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他是当年竹联邦的头号杀手 他叫做刘焕荣 绰号 醒金 冷面杀手 过名思义呢 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犯案手法 极端的冷酷 而且无情 他杀的几乎都是江湖上的黑道中人 而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杀人犯 为什么在他遭到判决死刑之后 竟然引起了某些部分社会的 舆论的声援 甚至有多位中央名义代表 他们连署见请当时的李登辉总统 给予这个人特赦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他们认为刘焕荣在狱中 已经是真心的违感 而且这个人他讲义气 他过去所杀之人呢 多数都是黑帮分子最有应得 所以希望司法能够枪下刘人 给刘焕荣一个刺心的机会 不过最终刘焕荣他并没有逃过一死 他在押赴刑场前的最后一刻 这个画面也许已经记忆犹新 他举起他的双手高喊 他对不起这个国家 中华民国万岁 刘焕荣为什么要说 自己对不起这个国家呢 因为事实上看看他的出生背景 他出生自一个军人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宗教退役 刘焕荣从小在眷村里头长大 他原本立定的具象 他也要跟父亲一样 他要偷比重容 却没想到他岔错了一步路 就毁掉了他整个人生 强决伏法前这一段话 让人对刘焕荣印象深刻 晚上要执行枪截 他完全目睹 看过这么多的事情 那种出来的枪截 很多人都已经乱啪啪 只有刘焕荣面对的技术还尽力 然后作弯关锤 作弯关锤 有哪一个黑道兄弟比他够狠 比他更夸张的 他是杀大哥 他眉毛皱都不皱一下 对不对 那可是说实在话 他最后得到的应有的报应 他还是被枪毁掉了 而且他毁物啊 他觉得说他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社会啊 枪想过后 刘焕荣罪恶一声划下句点 当初他可是竹联帮的冷面杀手 江湖弟兄吻风喘嘆 即使说你以前在江湖上呼风唤雨 江湖上的人只要看到刘焕荣这三个字 一出来之后 他有时候拿手榴弹 要跟你同归于尽 对不对 那叫什么好 所以你看 大家黑道大哥看到说 你如果说身形流出面 大家都退避三色 对不对 那个黑道大哥都会怕他的 他有一次要杀一个大哥 他竟然可以跟踪个 杀明杀力 枪的 看到啪就倒 就把对方给杀了 这样一个黑帮冷面杀手 其实小时候向往 从军报效国家 他来自台中北屯鹿光八村 父亲是鹿军中校退役 后来家里在市场摆摊 卖水果赚钱 刘焕荣他本来是在台中一个军眷出生 他长大了 他从小就是怎样被人家欺负 常常欺负 因为说实在你外省人的话 在那边做一个小生意 他爸爸做个小生意 摆个水果摊什么东西 常常就会有一些流氓来说保护费 而且那都是地方的角头 你一个外省小孩的话 你就常常会跟人家起冲突 让人家打架 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加入了黑帮 叫做北屯鹰欢帮 以及其实这个应该讲是小梅花帮 不想再被欺负 仗着小梅花帮的名号 刘焕荣开始在赌场为市 收保护费 穿了这个汉衫就去收这个保护费 那时候一碗面好像是两块钱 他去收这个保护费 一摊一摊去收保护费 收的这个五十块的 十块的 一百块的 他就是放到胸前 放到肚子上面 然后回去见到老大的时候 他就把衣服一拉出来 钱整个掉下来 剪一剪以后交给老大 老大就给他两块 梅花帮 在逃空党小梅花帮 开始是我们讲所谓的 建村小弟的一个结盟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眷村子弟很团结 有次村里小孩被追打 刘焕荣挺身相助 却是惹过上身 刘焕荣他一个人拿了一根棍子 以一挡群 他就一人挑战的 结果就在那个挑战的过程当中 里面帮他们的 这个建村的同宅解围 但是相对的他也把对方给打伤了 判刑十个月 闹事之后刘焕荣跑了 爸爸叫他回家 他乖乖照做 不晓得爸爸别有用心 他自己躺在沙发上睡觉 结果他听到了 他父亲跟人家在谈话 他听了之后 他张开眼睛偷偷看 他就知道 糟了 为什么 因为他父亲在一起跟他讲话的人是警察 跑的时候他手已经被扩住了 所以当时他就很跟他父亲 他很生气 他认为说爸爸你怎么叫我回来被抓呢 刘焕荣被送往少年关护所 有天爸爸去会面 他心中还是怨恨爸爸大意灭亲 直到看见老父亲离开的背影 让他很感慨 正好在擦窗户的时候 他看到他父亲要回去的背影 也看到他父亲本来是黑发 变成白发苍苍的 他一边擦一边想 就一边掉泪 他就觉得说 我刘焕荣真是没用 我父亲为了我 对不对 对这样子瞬间把他给老化了这么多 我还在恨我父亲 所以呢 他就立志 我执行完了之后 我出去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可是我说实在 刘焕荣是一个很心理很特殊的一个人 他从小怕人家看不起他 所以他一直想要出人头地 所以你知道吗 他在监狱里面关了几个月之后 他出来 他竟然去投考军校 因为觉得他觉得说 我今天还是有那种爱国的情操嘛 对不对 我毕竟是外省人嘛 我在这边一定要 我一定要去从军才有办法扬眉吐气 出狱后 刘焕荣继续读高中 毕业后满腔热血要报考军校 结果让他心灰意冷 教官在说有没有人想要考军校的 刘焕荣第一个棘手 但是因为他有前科 所以他就被排斥掉 也就是说他一生当中里面最大的理想 他想要能够报效国家 就因为他挺了他本身自己建村的这些小孩 打伤了别人的这样的前科 挡掉了他本身自己能够报效国家的希望 被军校聚于门外 入伍当兵自愿留营又没他的份 要进国民党还被打下来 一心想回归正途却屡遭不顺 他走在那个小道上 结果那个警 以前那个警察骑的那个野狼 125的那个摩托车 蹦蹦蹦蹦 然后故意把它 他因为散它嘛 他故意去割它 他就摔倒到这个竹岩 所以他当时心里面很不满 他回到建村的时候 他们的里长就告诉他说 刘焕荣你要赶快逃 因为刚刚管区来叫我要签字 他说你这个遗若相名 你怎么他要跟你报管去 刘焕荣自败书中写下 一个有前科的人 已不被社会谅解 白布染上黑点 一辈子洗不清 其实他一直一直有那种向上的心 可是你知道吗 你就是因为之前杀了人这个前科 一直跟着你之后 所以他做了任何事情都碰壁 那没办法 他只好就回到黑帮组织里面 增地盘的问题那时候好像叫做 空檐的十七金刀邦的帮主 带了一组人要来抢这个地盘 那么就追杀这个刘焕荣 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正好一摊西瓜摊的 这个前面的时候 刘焕荣一看西瓜刀 他一个剑步过去拿着西瓜刀 回过头来一刀一砍过去 正好他冲过来 砍到了活龙就把他砍死 今天不是你死 改天就是我亡 刘焕荣发现 外省瓜要跟本土角头拼 得特别狠 特别赶 否则别想在江湖上混 到山区试枪练枪法练胆量 刘焕荣在爸爸病逝后 妈妈更管不动 他更加肆无忌惮 以前黑帮出人头地要干什么 就是要杀人嘛 你今天不杀人 打打杀杀 你不杀人的话 你没有办法在帮派里面出色 串出来 当年的那个年代里面就说 你要杀了大哥 你才能够在帮派里面串起 一块白布染上了一个黑点 真的一辈子都洗不掉了吗 当刘焕荣他身上有前科了 他觉得他这辈子做不了好人 他的路就越走越偏 而且他觉得既然要混黑道 我就要混得比别人更凶 混得比别人更狠 刘焕荣居然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 他连续枪杀了好几位黑帮老大 他成了江湖上令人闻风放胆的冷面杀手 电影中周润发饰演的职业杀手 朋友给他一个皮箱 照片中男子就是狙杀对象 床进包厢内枪杀全程冷静聪容 周润发饰演的角色 在台湾早期的竹联邦里 就是指有换人 枪法准有胆势 刘焕荣北上台北发展 很快就接到买凶杀大哥的任务 刘焕荣那个时候 正要在组联邦里面正要表现的时候 他说好啊 你要杀杨伯峰啊 四十万 刘国磷真的二华部说 四十万就请他去杀他 当时民国七十几年 桃源一带脚头多 为了抢地盘 帮派捡火拼 家常便饭 杨伯峰是大树联邦 就是桃源后后就在那一带的那个角头 刘国磷跟段树文 他们是巴德这边的一些兄弟 那时候大树林帮的势力扩展很大 就一直侵占到巴德这个范围 所以你知道吗 刘国磷跟段树文他们常常跟杨伯峰 在街头就爆发枪战 杜德的枪战 有一次更夸张的是 他们在街头枪战之后 竟然追逐追到哪里 巴德的怀生机场 一个军方的机场 竟然你追飞车枪战 竟然冲到机场里面 害得里面卫兵竟然拿长枪出来 开枪打他们把他们赶出去 于国磷他就觉得说 你这个杨伯峰 你这样前面打好早到巴德 我们的地盘 因为那个时候脚头的地盘很明显 你跑到巴德这边来 让我们面子往那边找 为报仇 由国磷雇用刘焕荣杀杨伯峰 事前买了两把枪 挑选下手的日子 竟然是在一个黑道大哥群聚 各路帮派齐聚的工绩场合 杨伯峰有一天就是在台北 这边有个告别室 很好的告别室 那你也知道告别室 那个地方都是黑道云集 那你送完朋友之后 不是有解会酒吗 大家就摆几桌 大家兄弟喝个酒吃个饭 解解会气 杨伯峰一进来之后 你知道那个刘焕荣 坐在那个吃饭的席子上 看到杨伯峰一走进来之后 走进来之后 他就竟然站起来之后 走到他身边 两把枪就逃出来 就开始对着他开枪 一连开了五枪之后 杨伯峰倒在地上 那大家看到说现场开枪 那个年代只要有枪 就双枪 大家逃着逃 躲着走 那那个时候 刘焕荣竟然拿了两把枪 看杨伯峰倒了 就走 要准备要走出去 可是他走了没几步之后 发现杨伯峰还在地上挣扎 还在动 对 他竟然回头之后 再对着地上的杨伯峰 再两枪这样 当场打到就毕命 黑道云集的场阁 然后非常充容不惑的 又返回去裹了两枪的这种行动 让这些黑道兄弟觉得说 他真的是太冷酷 太充容了 原本默默无闻的刘焕荣 因为枪杀黑帮老大任务成功 在黑道跟白道间传开 他正好人物 他形式作风 有一点疯疯癫癫癫的 而且那个时候 他又因为凶狠 所以杀人都不眨眼了 江湖上都说他是神经的嘛 他会进到竹联邦 最大的就是一个元老 就是后来犯了江南案的董贵生 那个时候竹联邦的中堂 刚好要到台中去打天下 弄地盘 可是那个时候难免就听到说 我在这边打地盘 我总要勇将啊 黑帮以前要求的就是勇将 要赶杀赶喊的人 后来他就听说 小梅花帮有一个叫做刘焕龙的 很厉害 那时候竹联邦正打算扩张 反途前进中台湾打天下 看准的是风化区的庞大商机 走进台中后火车站的向道内 这里就是著名的私昌寮 台中后火车站老城区过去私昌其中 俗话说有昌必有邦 各邦派相继成立 其中大普邦势力庞大 老大廖隆辉掌权多年 新崛起的势力蠢动 这个大福邦在台中地区 尤其那时候各种行业 风化区 就是大福邦跟十三贝因邦的天下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常常 两邦会有一些卸斗 邦派卸斗 那那个时候卸斗多了 你的仇家就多 知道说你廖隆辉 因为廖隆辉天天就穿得很斯文 打扮得很漂亮 他都叫酒店里面干什么 而且你知道吗 他常常会找一些替身 那个年代就已经有替身了 就有这概念 跟他一起去喝酒的人 就帮众 就有两三个 你都穿西装打领 跟他穿得一样 很潇洒这样 他在里面唱歌的时候 有时候是他的替身先走 有时候是他先走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要跟踪 确定制造廖隆辉的行踪 不大容易 所以那个时候 江湖章就说 他一起久命怪猫 因为很多人暗杀他好几次 都没有成功 要除掉这个久命怪猫 是高难度挑战 刘焕荣不能有勇无谋 他为了要杀廖隆辉 刘焕荣为了要杀廖隆辉 竟然跟监了三个多月 每天就是这样去找 那个时候刘焕荣就觉得 我要杀这个建功 廖隆辉大乎帮嘛 毕竟那时候台中最大的帮拜嘛 对不对 我把他杀了之后 我是不是就露脸啊 出名了 对不对 有一天 廖隆辉在酒店 喝酒享乐 刘焕荣跟小弟 埋伏在外头一整晚 等越久 小弟的心越慌 他却老神在在 他竟然叫一个小弟去买 那个卤味那个鸡腿 那个什么烤鸡 对不对 买啤酒啊 拿回来之后 那个小弟就 你们还没动手 就开始坐在车上 又开始发抖 可是你知道 他竟然那个刘焕荣 就坐在车上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所以他表示他要杀人 他一点都不紧张啊 廖隆辉从酒店里面 走出来要上车的时候 刘焕荣就从车上就冲过去 一枪就把他给毙掉了 从此他就由这个竹联邦 最冷酷的杀手的这种称号 那也因为这个案子 开始成为十大枪棋 要犯的通缉的第一名 陈棋里看中刘焕荣 是个武将 带在身边当保镖 更可以执行杀手任务 接下来又杀了谁 加了新竹一山帮的那个老大 叫张德毅 他竟然也是一样 刘焕荣为什么凶残就在这边 他是在光天花日之下 他杀人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 他竟然把张德毅拉了之后 拉上车之后 直接载到湖口公墓 就在湖口公墓那边 拖下来之后 在那边把他毙掉 就把他就地去失言 所以连续三个黑帮大哥 就被他短时间 在一年多的时间就被他杀掉 而且后来大家就知道说 这个圣经的 因为敢公然这样把一些黑帮大哥杀掉 你是在跟这些帮派作对啊 对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人家就说 这一定是圣经的 圣经的成了刘焕荣另外一个封号 更是他形式风格写照 有次出面乔炸赌事件 让黑道老大们见识到他的疯狂 就有一个姓孝的一个商人 是石鹅生孝那个孝 他跟黑帮的关系本来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就去 一个赌场去赌博 被人家削了两亿 拔赔掉啊 对不对 你拔一拔 你还要走人家又不可以让你走 对不对 你如果继续拔了对不对 拔得多 当然是 对 好啊 输了两亿对不对 那怎么办 他被逼逼啊 签了本票啊 那个他不甘心啊 原来一名武打明星 利用郎中炸赌 海穴小开 对方不满 本来找上竹联邦处理债务 消息传开 各路人马都想插手 在那个年代 两亿根本是天文数字 你即使打一折的话 也要超过两千万啊 两千万在那个时候 真的说实在话 清明过七十几年 那也是一体很大 所以大家就想要分这一杯羹啊 那怎么办 大家就开始出来 所有的黑帮都开始要 躺这个混水 后来竟然他们讲好说 好 果然是用一折 超过一折的价值 就两千三百万 就开始处理 就大家处理 让这些兄弟分了 也参与了 分了 这个事情 反正倒是截止 当年记得望律师事务所发生了 两千三百万的抢劫案 据说是一起黑吃黑的事件 那讲好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一天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消息商人 一走进那个律师事务所的时候 所有的黑帮大哥本来想说 这两千三百万 大家可以分了嘛 哪知道他后面跟着一个人 一走进来之后 大家脸都绿了 为什么 就是神经流 神经流 神经的来 一看到他就苗头不对 果然没有错 等到他们签了所有的合约 合同什么东西 契约都签好 就是这笔债务就这样一笔勾销之外 大家都签好了 律师拿跟消息商人 拿着这些 大家签署的资料走了 债主什么东西 都已经处理好了嘛 走了之后没事了 对不对 哪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刘焕龙一屁股就坐在 那个八百万的那个抄照上面 八百万是一大笔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刘焕龙一坐下来 就说我今天不是代表我个人 我是代表组联邦 代表我们鸭霸子 陈其里出来瞧这件事情 他说我要把面子争回来 大家一听就觉得说 你不是要黑吃黑吗 可是不行啊 所有的黑帮就不满 就开始大声啊 可是那时候 刘焕龙竟然不急不急 拿了一把枪出来 再拿出一颗手榴弹 压着手榴弹就这样 那拿不到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同归一句 有人说疯子很可怕 但遇上不怕死的疯子 更可怕 身心的刘焕龙并非浪得虚拟 看到刘焕龙这样 拿着枪就拿着手榴弹的话 那怎么办 所有人就傻了 那个时候黑帮大哥那时候 虽然心有不甘 可是看到他那颗手榴弹 货真价实的 也不能怎么办 刘焕龙处理这件事情 他把整个两天再把它吃下来 而且又帮主联邦 挣了多大的面子 刘焕龙当年就是靠着砖杀大哥 他在岛上闯出了名号 但是一方面 给他杀掉了大哥的小弟 要找他报仇 而另外一方面 他又被警方列为是 头号的枪级要犯 所以在黑白两道夹杀的情况之下 刘焕龙他只能够流亡海外 暂时避避风头 但是没想到 他竟然又在菲律宾 犯下了陈氏兄弟的灭门血案 电影中职业杀手周润发 竟然拿枪对准自己的好朋友 原来是他怀疑被出卖了 你连我都不信 你被你自己 也难怪 跟我们这一行的 有时候连朋友也不能相信 黑道杯哥 没有永远的朋友 戏如人生 竹联邦冷面杀手刘冠荣 挺好朋友刘国霖 枪杀大树联邦大哥杨伯锋 结果落得两人反目成仇 刘冠荣就觉得很奇怪 他行踪不定 因为他虽然很喜欢去酒店干什么 可是他是都孤身一人 所以你要掌握他的行踪 所以你要掌握他的行踪 不然他常常台北台中 到处各地去跑 那你今天要掌握他的行踪是不大容易 可是他后来发现 自从他杀了杨伯锋之后 为什么他每次在哪里犯案 在哪里出没 警方没多久就会到县长 在那边搜索 他觉得这个不对啊 这个一定是有人告密啊 杀手特性就是心思缜密 就算不愿意怀疑好朋友 但太多的可疑线索 回到好兄弟身上 为什么那阵子警方老是盯着他 他走到那里出没 刚离开 前脚刚走 警方后脚就到 而且好几次差一点 跟警方引发枪战 他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是不是他的身边游国磷搞鬼 因为游国磷当初花了四十万之后 请他杀了杨伯锋之后 他只有游国磷是能够确定他的行动 该怎么确定 是不是游国磷出卖 正好刘焕荣买了一辆新车 福特千里马 他想了个办法 游国磷就打电话跟他讲说 你拐新车啊 车借一下 爬 爬妹妹对不对 要爬起来你把车借 那那个时候 刘焕荣就趁这个机会就跟他讲说 好 我车子建议 我把车子停在建国北路某个地方 你自己去拿这样 我把车钥匙放在轮胎上面 那天刘焕荣事前就躲在楼上置高点 从上往下肩看 刘国磷一上车之后 警方就慢慢慢慢靠过去 看到说原来果然是有国磷 因为警方靠近之后 竟然车上看不到刘焕荣嘛 所以表示刘焕荣不在这附近啊 所以警方竟然靠过去 跟刘国磷讲了两句话 就全部都撤了 所以那时候刘焕荣就非常确定 就是刘国磷出卖他 混江湖意气最重要 刘国磷犯了大忌 刘焕荣怎么可能放过他 摆桌设下鸿门宴 找刘国磷出来 然后又请他吃饭 请他喝酒 还帮他找这个女人 因为刘国磷比较喜欢外国女生 要帮他找到所谓的金毛 他说兄弟要走 要先你饱餐一顿 要先送你一层 所以那天他找了好多的小姐 就陪着刘国磷吃喝 跟小姐在那边玩 玩完之后时间到他就想说 好了可以了 你够了吧 他直接就把刘国磷压在桌子上之后 拿刀子直接剁掉他一只手这样 就开始问说你为什么要出卖我 原来是刘国磷找刘焕荣枪杀 把大树林帮大哥杨伯峰之后惹祸上身 当时他花钱给他杀了杨伯峰之后 那警方开始追查得很紧 他本来想要叫他的小弟 他的同党小弟 更是有人说 不然你把他拿起来 他到时候有人说 有什么要去拿起来 对不对 他就不肯了 那不肯怎么办 总要有人交代嘛 跟警方交代嘛 另一个说法 是游国磷四处躲藏缺钱用 把歪脑筋动到赛哥协会 游国磷找刘焕荣一起勒索 千万据款不成 他怀恨在心 多次设圈套 要让刘焕荣被警察抓 刘焕荣在旁边越听越火大 对不对 我不是剁了一只手吗 另外一只手 顺便把他剁下来 因为他气头上 可是又不能在酒店里面杀人 那怎么办 只好把他驾当车 对不对 带到那个北宫林的地方 剁下来之后 他说我今天兄弟坐到这边 恩断欲绝 就在那边直接对着他的头 情形式一枪这样 把他推下山 就是让人家觉得不合理这边 就是说你刘焕荣 基本上杀执行这个 所谓大哥的指令 去杀其他人的时候 下手非常长 但当他发现 背后有人出卖他的时候 下手依然很可爱 杀鸡儆猴 刘焕荣要让道上弟兄知道 得罪他的下场就是这么惨 不过俗话说 嚣张没有落过久 后来台湾展开时尚最大规模 扫黑行动 1984年竹联邦陈其里吴敦 受情治单位之命 到美国刺杀华裔作家江南 不但引发台美之间政治角力 也迫使台湾当局执行 疫情专案全国大扫黑 疫情专案是真的竹联邦 跟四海邦的外省挂的 那为什么后来会抓了这么多人 就因为他怕人家说 你要抓 你只针对你不是在面邦吗 所以后来很多脚头大哥也被带进去 1984年11月12号清晨 疫情专案正式启动 台北市在几天之内 就抓了五十几名帮派大哥级的人物 疫情大扫黑总共实施了三个月 总计全省超过有三千人被捕 当年名号响亮的大哥们 外省挂竹联四海 本省挂脚头大哥 通通扫进监牢 刘慧荣是十大枪戟要犯之首 更是警方重点通气对象 刘慧荣那个时候跟很多个 包括牛骨帮的齐慧生 齐慧生兄弟 还有他们那个时候 那时候有很多竹联邦的帮众 如果得到先得到消息的 就全部都跑了 所以那时候刘慧荣也一样也先跑了 他刚开始是跑到泰国 那后来泰国因为人生地不熟 又辗转到了菲律宾 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那个时候有很多华人帮派 跟华人商人住在那个地方 刚时逃往菲律宾了 除了竹联邦的刘慧荣 董贵森兄弟 还有牛骨帮齐慧生兄弟 同一个华人社区 还住了陈南光 陈振昌兄弟两家人 他们在台湾做钢铁生意 据传倒在上亿园 举家藏到菲律宾 几个黑帮大哥 于是密谋 要逼兄弟俩把钱吐出来 那个刘慧荣把陈振昌 跟陈南光兄弟先骗 就有事情骗他们到马尼达去 说有事情要请他们处理 所以就把他们两对夫妻骗到的马尼达 去到那边之后 他们竟然喂他们吃什么 餐有安眠药的那个冰淇淋 整个的那个冰淇淋 每次餐有安眠药 对 等到那四个人吃了之后 分了之后 把他们捆绑之后 开始领略他们 开始打他们 希望什么 叫他们把现金或什么东西 都供出来 捂个小孩怎么办 就找齐惠昌 齐惠昌他们 就负责就雇这些小孩 对不对 可是他们一等到 说骗出他们的那个存款密码 跟一些钱存在哪里之后 他们去拿 拿到钱之后 他们就通知 那个齐惠昌他们 就跟他讲说钱拿到了 钱拿到了那完了 两对夫妻跟五个小孩 惨遭毒手 不幸中的大幸事 其中两个女孩被救过了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说 应该死了吧 所以就把他全部都推下山谷 山海里面 哪知道他滚滚滚下来之后 隔天一大早 很多沉运的人 经过那个山路之后看到了 赶快报警 这两个小姐妹竟然没有死 还能够齐迹是救回来 后来因为救到一半之后 还要送回台湾医治 这个案子呢 其实牵涉非常地广 到底是不是刘万龙一人所为 或者是刘万龙 到底有没有真正杀了 很多说法不明 灭门血案七死两伤 事情曝光震惊台湾和菲律宾两地 一伙人逮捕下去 各自逃窜 刘焕荣则躲到日本去 黑道兄弟到那边去的话 都是就在那个地方 做起一些非法的买卖 就是因为那个华人 就想说开了一些赌场 就请你来为事 就是在日本因为贩毒端 被日本的警方主事厅 卖安飞丹米压力 投号将其要犯刘焕荣 他终于在日本落网 随即被遣送回台 在台湾有一堆案子 等着他要来厘清真相 而负责征讯他的呢 就是当年担任台北市行大 除暴组组长的侯友仪 不过刘焕荣他的口风很紧 尽管面对的是侯友仪 他充满了敌意 他甚至当面跟侯友仪呛家 他说呢 当年如果他口下板击 侯友仪已经在他的枪口下 死过了好多次了 我国枪级要犯刘焕荣 在两位安全人员的压解之下 被押入了车内 他穿着白色的内衣 与深蓝色的运动裤 手脚上都带着借户器具 刘焕荣回到台湾后 被关押在警备总部看守所 不过征讯工作 都是交由当年的台北市行大 除暴组长侯友仪负责 刘焕荣是当年大概是 职联邦的最厉害的杀手 杀了很多人 后来又跑到魁力宾 弄了一个妹妹血案 跑到日本 又跟齐瑞森 在发生强杀案子 可以讲在国际间里面 算是一个杀手级的 侯友仪早有心理准备 刘焕荣没那么好应付 而且那时期 侯友仪追捕重大要犯 以票汉文明 江湖上弟兄们 对他畏惧几分 然而刘焕荣欲出惊人 回来的时候我开始尊训他 其实他刚开始尊训的时候 他也是对我很有敌意 你没了解我嘛 而且他跟我讲过 我好几次想把你干掉 另外我说好几次想把你干掉 你说干嘛 你有一次在惊恐切林姐的时候 你没看到我 我看到你 那时候我长江已经准备好 要射你 后来我旁边的那个同伙伴 我说怎么办 你直接走的话 开心打死也没死 不得了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了 他为什么这么针对你呢 也不是 因为我一直在追击重案 尤其那时候竹联邦外城邦拍的 我扫到很多 所以你明星想亮就是了 侯友宜身为除暴组长 成为黑帮演中兵 第一次跟刘焕荣没直接交手 逃过一劫 第二度差点被狙杀 是因为现报指出 1983年的华南银行抢案 跟刘焕荣有关 侯友宜跨海道菲律宾查案 这让刘焕荣很不高兴 觉得侯友宜穷追猛打 带了一票弟兄 打算到旅馆狙杀 他跑到费力宾的时候 我还又有个情报线索 又跑到费力宾去 去追击他 他听到更不舒服啊 等一下他跑海外 你还来追我 还好侯友宜因缘忌讳下 换了旅馆 让刘焕荣扑空 不过接下来 两人正面交锋 刘焕荣心房很重 一个字都不肯透露 这该怎么办才好 打听到刘焕荣 最爱吃鱼下巴和鸭舌头 每天带美食去探监 果然一星期过后 他终于开口 刘焕荣感叹地说 死前有个心愿想完成 因为常年逃往海外 从没进过孝道 他其实突然去昨天晚上做梦 梦到死去的爸爸来跟他讲说 你这辈子不孝 你没有照顾到我就算 你妈妈现在一个人 你也没有机会看看他 所以他就想说完了 他这辈子生了 他都在逃命 他没有时间照顾他爸爸妈妈 他知道他回来一定可以看死刑 他一心只想见妈妈一面 那时候关在警备总统是有困难的 那后来我给他帮忙 我说没有关系 你这一生你只想见妈妈一面 我可以想尽办法帮你见面 所以我看到很感人的一幕 虽然他是死而不赦的杀人选换 但是看到妈妈那一眼 马上跪下来痛哭流涕 抱着他妈妈一直惨来 当场感动落泪 就跪下来 就跟他妈妈说对不起啊 对不对 他做错他后悔 下跪磕头痛哭流涕 刘焕柔哭着说 对不起妈妈 来生做牛做马再报答你 也不会再走上这一条绝路 一辈子都要好好孝顺你 刘焕柔目送妈妈背影离开后 一五一十 详细交代所有弹案情节 所以刘焕柔那时候 真的是把这段情记在心里面 对不对 哪有警察你问案就不符 不嫌疚就很逃避 对不对 竟然还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所以他就把画的一幅画 在临终的时候 就送给侯友宜这样 希望说能够 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 就希望能够 能够感谢侯友宜的好玩 这幅观光像 一手抚须 一手背后持刀 就是刘焕柔亲手画下送给侯友宜的 侯友宜曾谈刀刘焕柔说过 也许我是黑道 但有些事情 黑道和警察 还是有一致看法 这一番话 侯友宜解读 或许指的就是人性 后来他被枪毙也是 原始的比例那样 他也认为说 这是我最有应当的 他毫无应援 所以其实有时候 看一个十二不赦之人 只要事后 他如果有悔过之意 也许我们也可以考量 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 当年在台北万华地区 方明馆的梁国凯 绰号珍珠呆 他跟刘焕柔有许多的共同点 他们一样都名列十大枪击要犯 也都是帮派内的头号杀手 而且还有一点是 两个人跟同一名女子 他们关系匪浅 逃亡日本那段日子 刘焕柔仍在异乡格外孤寂 他遇到了一个女人 而这个他曾经是大哥的女人 梁国凯英国五十年出生 绰号珍珠呆 从七十一年起 连续犯了四件重大的枪劫案件 今天凌晨一点多钟 这群台北市刑罢初暴组的干员 在掌握了确实的线索之下 会同龙山分局 板桥分局 和台北县刑警队 展开了围捕的行动 梁国凯当年是万华地区 方民馆的头炮杀手 也曾名列十大枪击犯 警方动员精锐部队大阵仗为部 看到窗户和铁门上的雷雷弹痕 都说明了这场枪战的激烈 梁国凯和他的同伙 王邦居以及顾正希 尊杰持有冲锋枪一挺 和左轮手枪三把 警方则以卡冰枪 防弹面具 防弹盾牌来对阵 刑大厨报组人员判断 他们可能逃入隔壁的红毅铁工厂 于是展开了搜索 结果发现梁国凯这个时候 已经服毒自尽了 梁国凯死后 妻小逃到日本避难 仍然难逃黑帮仇敌魔爪 他的遗孀 沦落被控制的封城女子 刘幻荣这辈子是很少见女色 他只会去酒店唱歌 可是很少投入感情 你也从来没有听过说他包养 或者是跟什么 可是你知道吗 他在日本这段时间 不知道是因为生活空虚 而且在流亡过程之中 觉得生活比较那个 那时候他在酒店里面 认识了一个 来自台湾的一个酒家 叫世姬耶 那世姬耶 后来才知道说 一聊之后才发现说 他是十大将 另一个十大将其要犯 景足在梁国凯的遗孀 谈起这个过程之中 不知道是从事天涯 人肉人 还是怎样 竟然就在那一样 就同居起来 那另外一说是说 其实是小姐姐姐 叫大姐姐 就是两个姐妹 两个在日本生活 在特长安上班的时候 认识了刘幻荣 所以刘幻荣 就是因为这样子 跟那个大姐姐 两个同居 那到底是是大姐 还是小妹不知道 刘幻荣在日本那一段情缘 只维持短短一年多 因为贩毒被抓 遣送回台湾 尽管仍被关在监牢中 女友去探监 刘幻荣竟然不肯见 我也问她说 人家都是希望的 有女朋友 有家人来看 为什么你 你季节你的女朋友看你 她就给我回了一句说 师父看又怎么样 看只会增加她痛苦跟我痛苦 那既然见了面的痛苦 不如不见 让她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 能够对她有任何的交代 就干脆让她对我死心 你说这个人叫做无情吗 不是 他这个 你看是无情 切是真正的有情 因为 为了不让你继续 因为对她的怀念 让她 为了要让你对她死心 她首先就是 忍住她自己的痛苦 她 不见 她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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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破烂烂烂的 刘宛荣碰到了 那个医幼院的院子 你怎么这个环境变得这么差呢 为什么不修呢 她说因为我没钱 那你修要多少钱 刘宛荣就说 好 你去修 我来负责 当时涉案逃亡哪有钱 刘宛荣竟然抢赌场 把钱捐给育幼院修缮 尽管是做善事 但违法手段 人不可取 竟要法师回想 刘宛荣在江湖上 后称冷面杀手 有时却有刻 温暖助人的心 民国7日3年6月20号 位于土城的海山煤矿 因为进出坑道的台车 插销煤插好 造成滑落撞击高压电 结果引发爆炸 这起以外造成了 74人死亡矿工的家属 看到他们的这个家人 一具一具 从矿坑里面挖出来 哀嚎遍野 刘宛荣正好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看到他很不忍 他把他身上逃亡的钱 几百万整个就捐了 身为逃犯 能这么有大爱吗 无从考究 不过有次竟要法师去看守所 御方人员主动拿了 刘宛荣的捐款收据给他 也三峡 也发生火灾 那么烧死了一家山 烧死了几个人 那刘宛荣 因为看到的这个报纸上 登了之后 他就在这个看守所的这个 这个牢房里面 划起奸献 连他本身已经被判的死刑 关在土城看守所 他看到社会有这种悲惨的灾难的时候 他依然能够这样子的去 这个施展他的爱 禁药法师担任监狱教诲 34年来 辅导过许多囚犯 对于刘宛荣这五年多的辅导 仍印象深刻 他有一段时间 他也生病 那么就住到病舍 那病舍呢 几乎关的都是精神有问题的多 那他本身的对面呢 那一位呢 这个很特殊 他每天创造的这种香气 真到香到人家都受不了 那刘宛荣呢 就跟主管说 可不可以把他打开他的门 我去帮他 就回照粉 那这个泡了水 就开始往他身上浇 几个小时把他处理了 刘宛荣搞了这个 他累了半死 去躺着休息 那个门那时候没有关 他就可以出来 嘘 别讲话 刘宛在睡觉 精神病患 你真的用心去照顾他的时候 他还是会感恩的 他要去照顾他们 这个是他最后的发心 遗愿最后无法达成 刘宛荣心里有底 杀人于法不容 判他死刑 说实在话 他可以坦然面对 因为他早就已经接受了 他在监狱里面这么久 包括很多人权团体 很多立法员都签署 都能够 请总统能够特赦 刘宛荣的那个死刑 可是他那个时候 他就觉得说 这个不用挣扎 他也不用挣扎 说实在话 他就是一直画他的图 你从他画的图就知道 他的心情是平静的 刘宛荣提笔画下 钟馗 关公等画下 捐了三十几幅画作 给妇女救援基金会 意卖所得 用来帮助火坑中的少女 他认为说 一个男人应该是保护女性才对 怎么这样子 把女性推到火坑内 所以他非常支持 妇女救援基金会 刘宛荣这个人 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蛮有情有义的一个人 王清风为了救楚绩 八十一年成立妇女救援基金会 刘宛荣人之将死 也大发慈悲 在狱中发起募款 王清风大受感动奔走想要救他 当年除了王清风等人权律师外 二十多位立委不分蓝绿 替刘宛荣请命 希望强下留人 历经七年来在生死间摆荡 黑道悲歌 刘宛荣后悔莫及 他后来被判了死刑之后 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他是求仁得仁 因为他在法庭上 他是当场跟法官道谢 他曾经说过 黑道没有英雄 真正的英雄在警戒 在健康幼稚园火烧车的时候 去救这些小朋友的林静娟老师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我们这种 产生若狠是小勇 像那个林 你什么缺德的李老师 我听说死了 他是抱着他们一起死的 对不对 这才是大勇 死前才体悟到 什么叫做真英雄 刘宛荣即使欲中忏悔和行善 终究无法洗净沾满鲜血的双手 进行前一刻的时候 郁芳不是帮他 准备了一些饭菜嘛 对不对 可是他那天一口没吃 他就抽烟 而且他喝了两杯啤酒 更夸张的是 他喝了啤酒之后 他还弄一杯高粱 做生水炸蛋 这样一口把它喝下去 服法前 刘宛荣捐赠器官 这是他最后能为社会做的 他写的字就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以百名声 时下的很多的年轻人 都是滥用意气 所以我是希望说 借刘宛荣的例子 而能够纠正大家 要有正切的意气的观念 江湖上里面 在社会上里面 横着走这种叫做英雄 不是真的不是 像刘宛荣讲的 他不是英雄 所以走这条路 也绝对不会成为英雄 蔡政府上任三年来 执行过一次的死刑 枪决了一名的死囚 而到目前为止 还有41名 汉决定验 等待执行枪决的死刑犯 其中22名 他们就关押在台北看守所 而这些死囚 他们都集中在中俄社 以及校俄社 他们和其他的收容人不同 他们不需要上工厂去做工 也不需要被抓公差 每天只有半个钟头的放风时间 他们可以到运动场去活动活动 而其他的时间 几乎都是关在 只有1.368平的空间里头 有人以为 死刑里头 关的都是最大恶极的凶神恶煞 这里的球形 应该是最难掌控的吧 但事实上 实际的状况 却是恰恰相反 曾经被关在死楼里头 长达16年的徐志强 最后他获得平反 最后接受我们的专访 他告诉我们 在整座监狱里头 最不会打架闹事 最安静的地方 其实就是死囚的设法 因为他说 一个人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还有什么好真的呢 这种日复一日等死的日子 是最痛苦的 也是最折磨的 徐志强说呢 在早年 执行枪决的时间 大多都是在清晨的5点多 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他就会把新的衣服 褲子 袜子 统统换上 然后躺在床上 这个晚上睡不着 等到隔天早上 如果没有轮到自己被枪决 再把那一套新衣服 换下来 死囚的日子 就是这样子一天等过一天 进入刑场之后 阴冷的风好 感觉上一面而来 所以很多人不敢进去了 这是腿软 这是腿软 如果叫我一个人进去 基本上我也不太愿意 外面那个摧膏蕾 叫我一堆狗都在那边摧膏蕾 就觉得好奇怪 平常没有的现象 为什么那天要执行死刑的时候 突然间摧膏蕾这样 胡冠宝在十几名警员压结下 慢慢的走向行场 在外面多凶多狠 遇到了窗壁的一天 才叫你带不带走 要进台北看守所的第一步 所有的违禁品 包括随身的手机 通通禁止入所 一进所内 等同于踏进了 与世隔绝的孤岛之中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人 人进出就是 对 这里是活人进出 知情人会从后面 走进门禁森严的介护中心 局目所及之处 除了监视器 就是冷冰冰的铁栅栏 一层又一层的关卡 隔绝的不只是收容人的自由 更是将外头的四季交叠 阻绝在铁窗之外 在这里设防的配置 以中央台为中心 依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编排排列 而位在最前端的忠孝设防 关的就是急刑犯 主要都是二十年以上的重刑 还有急刑的 死刑的 最资深的都在忠孝二社里 台北看守所内 等待执行枪决的死刑犯 有二十二人 包括了一九九六年 性侵杀害女乘客的 中山之狼徐伟展 两千年因为追求女性 有人不成 有爱深恨 砍杀对方一百七十六刀的 王洪伟 二零一三年潜入前女友家中 勒杀前女友及前女友母亲的 黄林凯 这些死刑犯犯下的都是天理 男容的重大案件 关押时间从最短的两三年 到最长的三十多年 不若一般收容同学 可以下工厂学学一技之长 替未来找寻一丝生机 死刑设防里没有生机 我们跟着所方人员的脚步 来到了中校设防 隔着铁门一眼望尽 长长的回廊里 除了管理人员的 偶尔走动巡视外 只剩下寂静 曾经因为卷入绑架撕票案 一度被判死 关押在台北看守所的冤案 当事人徐自强 就曾经在这里待了准准十六年 你都不知道怎么自己怎么过来 跟一般监狱不一样 怎么说 一般监狱是每天去工厂 是一百多人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只关在小九的1.368 这1.368平就是死囚人生最后的七所 在死囚设防里 死刑犯被禁锢的不只是身体 最可怕的是 连仅存的求生意志 也会慢慢的磨耗殆尽 在接受法律询问 审查 跟判决以后的话 时间是蛮漫长的 情形上战略当然比较多啊 刚开始心瘦情细不稳啊 他可能会想不开啊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有时候是年轻气盛的 但经过三十年煎熬之后 他慢慢慢慢就会改变 那最后之后 他也知道他没办法去避开死完了 那也曾坦然接受 说话都很客气 我在里面看到的是另外 人的另外一面 因为已经没有未来 人会去 会去逞凶逗恨 就是为了要表现什么 为了要争取什么 你去那儿已经没有明天了 你不用去跟人家争什么名利 所以大家都希望 平平静静地过 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 是另外一面 不吵不闹 有的只是等待 因为在这里 谁都没有把握 还有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 苏方人员告诉我们 早期执行枪决的速度很快 通常判刑确定没多久 就会执行 就怕死囚心理 因此有了起伏影响求情 早期看守所的报纸 还会开天窗 如果你三审定验 接到判决 接到了三审定验 最后一个通知的时候 那差不多十天之内 会抢闭 包括以前你看 法务部批准死刑的时候 隔天的那个新闻 报纸都会开天窗 法务部说 确定可能说几月几号 或几天之后 要执行死刑 有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那个预方那个报纸都会刮掉 因为他不让那个死囚看到之后 他心情就开始浮动了 那时候因为报纸没有开放 我们的报纸一张 大概有几八个洞 不能看了 就被手在里面剪掉了 所以一剪掉的时候 那死刑们最紧张 老是以为这一块是灯 明天要枪毙 后天要枪毙 老是以为自己 一旦报纸开了天窗 大家就知道又要执行了 但会是谁呢 大家心情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赶快把我执行掉 不执行掉每天都在这边等 早期法务部长绿悦文任内 一年之前上百个死囚 所以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人被枪毙 所有的死囚几乎晚上都不敢睡 不知道是谁啊 会不会是他 所以你知道以前有那个死囚 连续就是他们死之前 他们都会在柜子上面 准备一套新的衣服 那你如果说那天知道 听说那天要执行死刑 那他们那天晚上就洗完澡 就把新衣服换上 人要走最后一条路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说穿得更更近近的 鞋子 袜子 衣服 有时候你会想你又换一换 会把它穿好 就穿好就对了 那等了 等他 那没有就脱下来了 就明天再来了 直到天亮睁开眼 玄泽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就这样每天日复一日无尽轮回 尤其早期执行枪决的时间 大多在凌晨 索方人员在前一晚接获执行通知后 当天凌晨三点就会通知死囚 因此凌晨三点的开门声 成了死囚的丧钟 他铁门一开你只要听到铁门 他会从楼上楼下声音一直上来 一直开上去 你不知道要来带谁啊 所以你就会不知道会不会是自己 他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全部的铁门打开 那个管理员全部一排 然后上去警戒嘛 一上去 那个声音在宁静当中 那个声音很震撼力 开门真的如果是他就走 就出去跟着出去 那个脚铁拉着 对 铁门会声音 那有的叫声比较好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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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三四点的时候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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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蜜夜里的脚铁声 黑荡在整个社房 听起来格外吓人 这一夜 没有人能够安眠 人家说太多了 那天特别乖 整栋特别乖 刑场毕竟是一个生死相隔之地 自然会有许多民间的习俗的传说 而在刑场的大门口 就供奉了这一尊地藏王菩萨 希望能够引领死丘 如果还有来生 能够重新的好好做人 但是等到真正踏进刑场之后 又有多少人 能够坦然面对死亡 没有登打呢 每每听到夜里金属脚铁的碰撞声 就知道今天晚上 又有人要步上刑场 实际上他们这一段 要很勇敢地走出去是比较少 他们会畏惧 所以他们脚会软 而是由我们介入统人参谱着他 从踏出设防的那一刻起 死丘心里都知道时间到了 所方人员会将死丘 从中校设防带往中央台 验明证声 根据监狱行刑法的规定 枪决必须要在监狱执行 但是位在土城的台北看守所 距离桃圆龟山的台北监狱 二十多公里 三十多分钟的路程 其中风险 没有人能够担得起 难保这条路上不会有人结囚 而且那个很偏远 风险 对 很偏僻 方便起见就干脆就 反正很多死刑犯都关在台北看守所 就在台北看守所这边设立刑场 死囚执行当天 从设防离开后 就得步上生死路 在这里一墙之隔 就是生与死的交界 我在台北看守所 这条路叫做生死路 是早期死刑犯在执行枪决时候的必走之路 而在生死路的周遭 其实都有一些钢绍 这些钢绍早期都是有束手人员的 而且这些绍上的人员都会佩戴武器步枪 只是在战绍的时候 通常都是枪跟弹药分离 唯独一个状况例外 就是在执行死刑的那一个晚上 必须要全部的子弹都上膛 因为就是怕有个万一 子弹 弹夹要上膛 整个周围要紧接 什么状况 就是要执行死刑 再加上早期执行枪决的频率很高 就怕在这最后一段路出了状况 罚警 所方人员每一个人都是战战兢兢 而沿着生死路走到尽头 就是刑场了 就在刑场大门镇对面 有一尊地藏王菩萨 大多数的死囚在踏进刑场前 都会来这里向地藏王报告 急刑犯再生我们照顾他 往生我们也给他送他一程 希望地藏王菩萨引领他到西方极烈世界 不要留恋在这边 来自头身重新做人 有些死刑犯在伏法之前 也会将自己平时供奉在社房里的小神像 一并带到地藏王菩萨这里 希望能够跟着菩萨继续修行 你要走那条路的话 我先跟地藏王菩萨请安一下 那你那么度我就是洗净我这些罪孽 深夜里的地藏王在这里挂着几个大红灯笼 死刑犯在这里虔诚祭拜后 接下来一个转身盖进刑场了 我们跟着北索人员的脚步 终于踏进了台北监狱刑场 在这里许多人望之却步 而眼前的水泥建筑 后方连结的铁皮屋就是枪决的地方 尽管外头艳阳高照 但是阳光似乎很难照射到屋子里 里头漆黑一片 而接下来这一段路 将会是死囚最漫长的最后一里路 当死刑犯踏进刑场大门之后 接下来的这一段路 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了 一般在执行死刑的时候 在刑场正对面的大楼制高点 都会有媒体守候拍摄 为的就是要拍下死刑犯的最后身影 在镜头下的死刑犯 其实只有少数的人有办法从容赴死 大部分的死刑犯其实都是双腿发软 必须要由监索人员搀扶下 才有办法走进刑场 不管在江湖上再凶再狠 当你踏进刑场的这一刻 在面对死亡的当下 你剩下的气魄还能有多少 他还会跟某某记者讲说 各位辛苦啦 有没有吃饭啊 进去之前还说 我对不起国家啊 中澳门国安税 有没有 那个画面很经典 中澳门团队 可是有一个人 叫嚣嚣嚣 那个人叫做黄鸿玉 欧如啊 那时候他抢起药犯第一名 也是杀人不眨眼的耶 可是你知道他那天行刑的时候 他是被拖得出来 腳弄手弄这样 让开炮 让开炮 所以你外面混得多好 你多行啊 多敢打包票 一百个有九十五个 到了靶场 没有一个不退完 在外面多凶多狠啊 你到了枪毙的一天 才知道你待不待久 面对死亡 有多少人能够坦然呢 不少死囚在踏进刑场后 仍是用尽心思 就是要多争取一点 呼吸的时间 你进去的话 你还要人别询问啊 高检署检察官 还要问你资料啊 有的人就跟人 就摊在那边回答 很多人就想要一直拖这样 这边有四个位置 前面是检察官 右边是别一长 旁边是所长 前面是书记官 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检察官 做人别的业名身份 还会了解他有没有最后的一些 想说的话 尽量想尽办法 什么那时候 什么上厕所拉肚子的 还要拜拜的 念大悲咒的什么 所以很多就是他希望说 能够晚一点 能够拖延一分钟 多活在这世界上 一分钟四一分钟这样 以前又有一个女寿行人 他就说 我拜一下土地公 他身上带着那个行李里面 还有那个照片 土地公的那个神像 摆在那个地方啊 箱拿起来点 拜拜完之后 你香炒下去 最后也要十分钟了 箱插完之后 拜拜完之后 我那个观世音菩萨还没拜 后来等到最后 不能等了 差不多了 时间到了 要拖下去的时候 他又跟他讲说 他要上大号 一般问起来 大概都讲十分钟以上 很少就乖乖的说 没有 不要 不会 而且还会讲说 我这个是燕王的啦 我怎么怎么 人生最后的这一个关卡 一分一秒都很珍贵 曾经犯下星光集团 少东吴东亮绑架案 以及台湾社会四大刑案的 主谋胡官堡 被枪决伏法之前 人想方设法 为的就是要多活几分钟 胡官堡那时候 被拖上刑场的时候 他是手软脚软 四个人 这样把他扛进刑场 那人家讲说 你杀人不眨眼 你怎么叫小小白这样 后来才发现说 胡官堡 他们在整理他的牢房 说棉被掀开 这里面都是血 为什么 他在里面放血 他希望说 能不能隔天早上起来 身体虚弱 怎样 要枪决前 看他可不可以保外救医 就是拖延时间这样 胡官堡甚至在枪决前 还说新竹学童陆正的绑架案 是他干的 希望能够多拖延 另外还要以巡宝为名 社局杀人 夺走七条人命的徐东志 在枪决前 为了狗活也是拼出怪招 可是在台南监狱要行刑前的一刻 他最后的愿望是什么 让他拜一下 他就准备行李里面拿出 九个那种保利隆碗 每个碗里面还放的东西 他就跪在地上就在拜 那奇怪 玉方跟所有人在现场 你不是台湊人 你败咬的碗是 什么问题 九个碗代表什么 徐东志还有什么话 没说出口吗 他要卖什么关子 那时候大家就很好奇 说你是不是有杀了九个人 你还有两个人是没有警方没有查到 徐东志就跟那个检察官讲说 你是要知道吗 可是那个检察官也好 小猜想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那 是不是你还有杀了两个人没有讲 不过我想知道用其他方式来查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先把你枪毙掉再讲 包括徐东志 包括胡关保 他们在死前 他能够多留一分钟 四亿分钟 想尽各种办法就是 看看这个人世间 我还是奉劝大家 不要等到那最后 你还在贪恋 那最后的一分钟两分钟 其实这没有用 在简易亭叶名震生之后 接下来死刑犯 就会被带到这边的刑场 准备要执行枪决 不过在此之前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死刑犯 必须要禁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餐 在这个刑场里的这个角落 有三张桌椅 这里就是死刑犯 吃最后一餐的地方 监索人员通常会帮他们 准备便当 而便当的菜色不快 就是有饭有菜有肉 还会给他们一包香烟 跟一小瓶的高粱酒 不过监索人员说 就最后一餐 能吃得下的人 其实不多 餐点其实没有刻意的安排 就是由我们总务客 输入人员到外面去 去买一个便当 那基本上 会有一些卤味 然后鸡翅 或者是鸡腿 或者是牛肉 豆干之类的小菜 然后会再准备一小瓶的高粱酒 一小瓶的矿泉水 跟一包香烟 民间习俗 死了也不要当个饿死鬼 尽管也有人把这最后一餐 吃得干干净净 但是大多数的人 都是用喝酒抽烟 来麻痹自己面对死亡的恐惧 可是酒一定要准备 他希望说你喝个酒 上路会比较没有直觉 像刘万龙是高粱放在啤酒里面 当生死在喝 喝了两杯之后 他抽了一根烟 就是执行死刑 冷面杀手刘幻荣 最后一餐以酒烟带饭后 匆容赴死 至于白岸三弦中的陈敬兴 五瓦前的最后一餐 他也吃不下 陈敬兴看到那些饭菜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吃 可是你会发现他 从头到尾没有推卵 而且他那时候 应对还蛮正常 所以他在行刑之前 他还跟那个玉警说 诶 给我们来吃的 也没什么那种感觉 而且他抽完两根烟之后 他还主动跟那些玉警说 因为那个玉警是拿整包给他的 他说看你要吃到当时 对吧 那他抽完两根之后 他就跟他们讲说 好还可以啊 来啊 让他跑 大概一分他摇一根烟之后 如果他心情还是不能平复 他如果再要烟 我们基本上会再给他一根烟 那实际上会拖一根烟 抽几分钟而已 大家都在等这一刻 这一刻不止死刑犯在等 被害人家属也在等 死囚走出饭堡后 该上路了 那时候有法医在现场 就帮他打麻药 一般食物上注射麻醉 他就已经倒了 还没有死亡 但是已经昏迷了 他就把他搬去堆了一个沙串 然后上面铺了一个草串 我们就把他的手抬起来 不才能合跑 主要执行的位置 应该就是中间的 这边 这边 不会那么远 就在这里 对对对 就是分动最厉害的 法医会画他心脏位置 然后针对那个地方来执行枪劫 这个用意是希望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子弹如果贯穿 不会因为打到水泥地而反弹 这是记忆安全的考量 那死球之后就趴在身上 那法医会听心脏的位置 就画一个红色 用红笔画一个圈圈在那里 红色的圈圈是死球生命的源头 更是了结死球一生的关键 红圈画上后 伴随着枪声 正式终结了死球的一生 也要让社会各界知道 有正面的教育意义 拍楼不能走 这是一条不归路 在早年执行死刑 没有装念音器的 也没有施打麻药 不过后来呢 基于人道的考量 会尊重死刑犯的决定 那么除了人料考量之外呢 施打麻药 也能够避免死球因为挣扎 而让子弹给打偏了 我也曾经发生过 明明已经打中了心脏的位置 但是却没有断气 后来又补打了好几枪 甚至还有一个死球 他同意器官捐赠 但是没有想到 人已经送到了医院了 他人又活过来了 这下子该怎么办呢 深夜里的枪响划破夜空 台北看守所的夜里 每逢执行枪诀的夜晚 气氛格外诡谀 所以你会感觉那种气氛 就让人家不反而立 而且你如果走到那边 你会想到说这个地方 是专门在执行死球的地方 那当然气氛不大好 数百名死球在刑场画下人生据点 但早期执行枪诀时 并没有施打麻药 执行死刑并不像现今一样 几身枪响后 一切就能归于平静 等到立庭完毕的时候 他单身也知道 他必须要执行 他只是不知道 是哪一刻 哪一分钟被打 所以当他吃完饭 要往行山走的时候 他以为要站到跪道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打了 猝不及防 苗竹子死球直接就开枪 但并不是每一枪 都能打得这么准 那时候因为没有注射麻药 如果枪打到人 人没有死完的话 人会很痛苦 我开了 担不住了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哀叫 那我大概是趁着我去刺 他就一直挣扎 1974年12月 一名女死球执行枪诀时 罚警长从她的背后开枪 却没有一枪毙命 接下来的画面 让所有当时参与枪诀的人 都永生难忘 那个女生进来大叫 马上在地上就开始爬 以前那个沙队伤还有一些草皮 抓着那个草皮 劈头散把 那个时候 法警进来追上去 在开第二枪的时候 因为他在动 当然是没打到 抢过那个枪过来 就赶快对着他 叮叮叮叮 才把那个女死球执行实行 这样 所以以前早期不打麻药 问题也很大 就怕这样的执行方式不够人道 近年来执行枪诀时 都会先替死刑犯施打麻醉药剂 让死球先昏睡后 最后这一段路 才不会走得这么艰辛 但是也有例外 并不是每一个死球 在打完麻醉之后 都能够顺利完成枪诀 吴新华强盗集团 从1982年起陆续在新竹地区 犯下许多随机杀人案 包括了湖口双哨兵命案 还有许多闯空门强盗杀人 跟车行灭门血案 短短几年间至少14人被害 杀人如麻的吴新华 被判处了10个死刑 创下司法史上的记录 1988年吴新华踏上刑场 你知道吴新华那个时候 他是自己要求不打麻药 因为他说他已经皈依佛教了 他已经知道什么 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出体 但是我们向台北看守所查证 索方的回复 那一年吴新华执行枪诀时 的确有施打麻醉药剂 但是无论有施打 罚警第一枪打下去 就发现状况不对 执行当中除了打麻药以外 一个年轻罚警先开第一枪 那这位收容人 一枪开下去之后 当场有哀嚎惨叫声 年轻罚警这个时候 有一点被吓到 所以他又开不下去第二枪 后面那位老罚警 资争罚警 有上前给他扶一枪 一般受刑人 约莫两枪就扶法了 但是罚警连打了三枪 吴新华不仅没死 还不断哀嚎 那个时候旁边的法医才赶快跑过去 拿听筒一听 没有心跳 这个人怎么还一直在动 这样 后来那个听筒往旁移移才发现 吴新华心脏偏右 所以你打左边 真的打不死 所以那个时候赶快 罚警拿起来之后 对着那个心的位置 双双两枪之后 吴新华才过去 就因为心脏的位置 与一般人不同 吴新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才断了气 但是有些死刑犯为了赎罪 除了诚心忏悔外 更希望在死后能够捐赠器官 毕竟他们在世时作恶多端 希望能够借此消除业障 也为社会有意思贡献 那个时候其实 台湾医学界那时候 一直在呼吁捐赠器官 医学团体就把脑筋动到死球身上 因为那时候死球不少 所以那时候法务部 他也接受了 就在监狱里面就推广说 死球你要捐赠器官 为你这一生的罪孽 做最后的一些补偿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死球 在执行枪权之前 他也同意啊 器官捐赠 1991年3月 因为强盗杀人案被判死刑的黄家庆 伏法之前留下了遗书 希望弃捐回馈社会 死球如果要捐赠器官的话 他不能直接打心脏你 所以他打脑干 打这个从脖子 右后方这边打进去 把这个脑干 浑水让你脑死 枪权死刑犯的时候 视线一定要先看 使用那个人的瞳孔 看他瞳孔到底在活着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因为有的瞳孔是有缺陷的 他死了跟他活着的时候 有扩大的迹象 就是他死了嘛 老死了嘛 不然你灯光一张 他一定要锁起来 他不但没有锁 而且还扩大 你知道死了嘛 所以不会很难判断 有经验的老法医都知道 要利用瞳孔来判断死球 是否已经死亡 比较不会失准 你不要以为去摸那个墨脖 去做什么特殊的 压颈部有什么感觉 那个都不对的 温度不可能 因为他干死温度是一样的 却没想到这一次的枪诀 一枪打进去 那这个黄家庆 那时候也是打了脑干之后 就把他送到龙总 因为他要绝诊器官 就能够受伸指示在龙总 送到龙总之后 那个外科部的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他在救护车上面 他的生命迹象就恢复 就慢慢的一直在增强 送到医院 那医生一看 哇 这个已经不是脑死啊 而且那个脑死不是都 指数是3吗 他那个时候已经恢复到4 5这样 而且那个状况有渐渐好起来的感觉 医生当然基于医学伦理啊 你这个人没有脑死 我当然不能够强摘你的器官嘛 一度被判死的黄家庆到医院之后 甚至还恢复了自主呼吸 他还活着 这样的状况之下 手术怎么还能够继续进行 以前常常传说说 什么开3枪没死 就就就没有死 没有这回事 最高纪录曾经有开过7 8枪 你不死他偏偏开 开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黄家庆怎么办 那医生不敢摘除他的器官 就叫北索再把他载回去 那北索真的又派出来 又把他载回去北索再补一枪啊 再补了一枪之后 不敢再走 就在那边等观察 法医也在现场说 去你脑死 等到他没有恢复的迹象 这一直来来回回折腾 有没有 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器官根本就不能用了 同一个死球两次枪决 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纵使索方再将已经确定死亡的 黄家庆送回医院 但是为时已晚 黄家庆想要遗爱人间的心愿 也难以达成 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死球弃捐引起了不小争议 器官捐赠时间分秒必争 只差一分钟就可能让器官受损移植失败 但是送到医院的死球若是又恢复生命迹象 身为医生器官该不该取 人该不该救 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医生救人的天职 而容总自从黄家庆的弃捐案之后 就不再接手任何死球弃捐 法务部这几年就没有再继续推广说要见证器官 因为这中间的争议真的很大 你如果像这个黄家庆 他当时开了枪之后 在北索认为他已经脑死 可是送到容总的时候 他的生命之血 他的生命力很强盛很旺盛 他还不想死 因为你这等于活人活灾器官 这是非常大的争议 在台湾执行死刑的枪手 都是由二审的罚警所担任 一次的执行费据说是三千块 很多到二审的罚警 根本都不愿意为了这三千块钱 去当一个坏子手 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据说有罚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触犯了禁忌 结果竟然就发生了一连串 不可思议的怪事情 那进入刑场之后 陰冷的封好感觉上一面而来 所以很多人不敢进去了 曾经担任台北看守索籍北 一间点狱长的方子杰 经手枪毁的死球就有二十多人 看遍了身临死别 但采访这一天 当我们向他问及刑场的事实 一向不太信邪的他 却也说出了这一番话 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整个刑场 台北看守索籍 从设立台北监狱刑场后 截至2019年5月为止 有331名死刑犯在此枪决伏法 民间传说刑场怨气重 阴气重 因此不少北索人员若不是有任务在身 也不太愿意踏入一步 曾经有一名北索的女性主管 每逢执行枪决前总是夜不成眉 若是遇上了清明节祭拜 她总是请假 追问之下才发现原来她体质敏感 很容易看见那些别人看不见的 我在台北所某一位女性主管 她如果在执行前一天 我所谓主管 所以属于客室主管 她们需要轮职的 那这天晚上她就没办法睡觉 像我们看守所的话 每一天清明节的时候 是我们要拜一些地区功 那我们拜的话 看守所的受伤同学受伤同学 那职员部分是职员 会买些东西在大门办 那所长基本上是代表机关 我一般我都会代表他们一起去 那我们去的话大概都有二三四个人 可是那个女性主管她不敢来 她说所长 你们看是二三十个 我看的是四五十个 你们后面还有很多人在一起办 也因此灵异的传闻开始盛效成上 不过我在台北看守所当所长的时候 那时候还年轻了 那男性话我也不太信邪 所以执行枪决之后我会去看 那个枪从背后打下去之后 那后面会有一个洞 洞会就浮肿出来 然后血终于流出来 我们看守所都有宗教师在了 宗教师跟我讲说 宗教师你最好不要看 他说人是有七魂六魄 其实人进行死完之后 有的魂魄会飞出来 看到你之后 他会记得他最后死完的几个人 如果有很多这个冤气的话 那万一找到你 对你并不好 我们当时想是宁可兴起有不可兴起有 还有一个重点 最好不要再大小生 他死的会很不爽 让他很平静 他打完就死了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把他拿起来 把他拉起来 你看眼睛 扭起来是他 哎呀 你就知道死了 你扭起来他都没 你就知道 哎呀 可能还不死了 这个大火 没出来 我的感觉是说 你不要靠近 因为那个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灵魂出窍 这个口线没出 我说哎呀 怎么没死 他就注意看 老公的头盔没开 又开前前 无数的死球命丧刑场 刑场成了生与死的交汇点 民间信仰 亡灵也都会在这里徘徊游荡 也因此包括了许多罚警 法医还有索方人员 不知道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谁罚警 我们称讲说他们叫做筷子手 他这个的话 他很怕被人家看到 看到这个人的话 他记住你的名字 一般负责执行枪局的罚警 并没有固定 而是依照当日排班轮值 轮到谁 谁就是这一场的筷子手 不被死球知晓是谁开的枪 也是担心日后亡魂索命 因此执行枪局时 在刑场的所有人 只能够以拍肩示意 绝对不能够喊彼此的姓名 2012年12月 纵火烧死七舅 还有三名小外甥的鸿鸣 遭枪局 当天晚上罚警开了三枪 红明聪才伏法 但是就在他伏法后 怪事发生了 死球伏法后 法警会帮忙先做初步的整理 但是这一翻过来 眼前的景象吓坏了所有人 他一翻过来之后 那个死球眼睛瞪得大大 他们吓一跳 以为他还没死 后来一开始说 原来红明聪已经断气了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被他蹬到 叫了名字 对到他眼神的 那个罚警 当场就不舒服 人家就讲过 那是重邪的征兆 你全身就忽冷忽热忽冷忽热 除了说你不能跟叫名字 不能被死球 看到你的样子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血 为什么要离两公尺左右开枪 对着瞄准开枪 因为你太靠近的时候 你毕竟打的是心脏 你心脏打下去的时候 血会喷出来 因为血是等我们人的一个灵魂 能让我们活着 最主要的一个基本嘛 冬地也是这样 血容易水啊 我说这个火是他的 要他跳来你的声哭 是不是灵也会走来你的声哭 你就很麻烦 你若生的人你就会怕 只要摸到这个死球的血道 他们马上一件事情 就冲到外面 他们就让一个洗手来水开 打开就趕快冲 还会一面冲一面念说 洗手不干 洗手不干 怕沾了那个晦气啊 传闻一旦触碰这些禁忌 都会招来厄运 无论是不是心理作用 大部分的人都是宁可信其有 此外 早期死刑犯定验后 御方都会帮他带上一副 没有钥匙的脚疗 死球执行前 都会在脚疗塞前 我们的借机是固定式的借机 是锚钉式的 就是让他没有办法去解开 所以在执行的之前 他会塞一个红包 塞这个红包的用意 就是希望 替他解开脚疗 这位的杂役 让他解脱这医生 一路好走 他是在感谢 替他解开的这位杂役 还了这医生的债 然后希望他往生之后 来世再投胎重新做 那现在因为 符合两工业的精神 已经不适用借机了 这些红包就像是粗杯井 有些习俗说粗杯井不能乱花 要留下来当钱木 但是死球的粗杯井不一样 得当天花掉 死球的粗杯井得赶快花掉 但是死球穿戴过的那一幅脚疗 却让许多死刑犯抢破头 一个脚疗不可能扣两个死刑犯 所以你只要拿到那个脚疗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判死刑 一个脚疗扣两个死刑犯的机会是零 他们有算过 为什么 那我要注细的 死刑犯比较贵的 早期那个脚疗拿去监狱或看守所里面 就开始竞标 真有这么淋吗 据传真的有死刑犯标下脚疗后 非常上诉成功逃过一死 但是除了脚疗之外 执行枪掘后掉落的弹壳也很抢手 那那个弹壳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弹壳你们只要执行完死刑之后 他们会去杀队去捡那些弹壳 很多疫情就把他讲回去 也是一样去讲尽办法 要去把他卖掉 这些子弹也杀过一个执行犯 所以这个已经死过了 他就替身了 他就挡运 挡灾了 一般执行枪掘时有辟邪三宝 除了脚疗 弹壳可以震煞党二万 另外一宝就是法务部长 用来批准死刑的那一只毛病 其实那个批准死刑的话 今天如果三个人要执行的话 他们法务部会准备三只新的毛病 就批一个人就用一只 批了之后 通常一般人是很难拿到 因为是法务部长批了 掌管人世间的生死大事 通常法务部长批了之后 他就把这支笔当作礼物送人 之前法务部长曾永福的时候 他在批准死刑的时候 送了一支笔 给我们现在的内政部长徐国勇 后来你看他现在当了内政部长 一路升官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我不知道 可是他确实是拿到曾永福送的一支 就比起死刑的那个毛病 禁忌 习俗 追根究底 为的就是要让往生的死刑 在临死前能够给予最后一丝尊严 并且让世人有所警惕 相信只要心存善念 心中有正气 一切的鬼怪之说也就无足为据 台北看守所供奉的第三王菩萨 剧传非常灵验 很多在北所工作的人都会去拜拜 祈求和家平安 但据说有一年中元节 因为刚刚接任的所长 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结果让北所在那一年之内 发生了很多离奇的怪事 外台北监狱刑场正对面的这顿地藏王菩萨 可以说是台北看守所的证所之宝 所有死刑犯在执行枪决之前 一定要到这边来跟地藏王菩萨拜拜 希望菩萨能够引领他们再来世 重新好好做人 现在从1975年以来 总共有331名死刑犯在这边枪决福房 而地藏王菩萨就在这里默默看着这一切 毕竟善恶到头终有报 那以前就是所长方子 他抢一个西藏的秘宗的高僧 就弄了一个秘宗造型的地藏王菩萨在这边 因为以前早期真的是死刑死刑蛮频繁 地藏王菩萨是不是也自然成为一种心中的信仰 所以那阵地藏王菩萨在北所里面 是蛮多人蛮信的 败古的兄弟 北所这个地藏王菩萨 后来就是因为听说很灵验 很多里面在北所工作的人 常常包括家里面的小孩要考试 家里什么身体不健康 都去求地藏王菩萨 现在反而死求很少人去求 因为现在执行死刑有不多 据传地藏王菩萨如素 祭拜的贡品大多是鲜花素果 但是有一年中元节 因为继任的所长不清楚用了昏食祭拜 让北所闹得很不安宁 生日你也知道是昏的 每天都不知道看到你拿这生日来 把他坐不掉 所以那一年北所就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括什么有鬼魂又回来 包括里面什么不平静 最有名的就是卓常仁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进过监狱的 如果有进监狱的 他就会深刻地体会到 住监狱是什么师父 反共议事卓常仁因为鲁人勒索 杀害了前国泰医院副院长 王玉民之子王俊杰 遭判处死刑 2001年伏法 却没想到枪决当晚同设房里的人就看见 灼长仁回来了 灼长仁被枪毙完之后 大家都在排队嘛 那设房位置很少 你执行完之后 东西清清的就变身在里面了 那个错号叫阿智 他一进那个房门的时候 分配到说 你就睡着常仁的那个无恙 他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开始上吐下去了 到人那天晚上更夸张的是 同那个设房里面的人 竟然半夜三星听到有声音 在起来走动 每个人就睁开来看 那些奇怪是谁 那些宝庙不睡 后来竟然看到 着常仁回来了 着常仁回来 还在拿他上面的柜子的东西 他看到多长仁就对了 还在北上 还在掏他 他在掏住他 他在掏住他 一样都不顶着 他在掏住他 我还有 他还在掏住他 他还在掏住他 四五个都会听到 他在掏住他 他回来好几天 我现在讲 你看 那给我给我抓起来 还去看他一个管理员 那个管理员是香港人 所以隔天天一亮 所有的里面同牢房 拼命找那个管理员 就跟管理员反映说 走长仁回来 是怎么 而且很多人还 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所以后来他们 又重新办了一次法会 帮这个超度把它弄一弄做 才没有在后续发生 你没有照理 没有照规矩来 供奉他 祭祀他的话 那当然里面 会出很多事情 不仅如此 还有一说 行场里最里面的墙壁上 悬挂的地藏王菩萨画像 也曾经出现无法解释的现象 早期行场进去之后 最里面那个围墙上面 是贴着一个地藏王菩萨的画像 那个画像之前就有人很奇怪 他去打扫行场的时候 竟然有人说 在七月看到地藏王菩萨 从某个角度照片来看 看到他七孔流血 有人看见七孔流血的画像 也有人看到画像里的菩萨脸 变成了骷髅头 尽管有可能是因为光影角度的影响 但是巧合的是 每次出现这样的异象 那一年的刑场也会忙到不行 只要农历七月看到那个刑场 里面地藏王菩萨那个样子 好像是七孔流血了 那一年就真的会执行很多死刑 高城监狱有一次执行死刑 结果连续换了好几把枪 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激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教委是杨国南 他是属佛教人 他辅导这个死囚 还送了一个佛珠给他 他说你要相信地藏王菩萨 他一定会渡大家离开幽明界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送佛珠给他 就是希望说 你可以常常念地藏王菩萨 念定罪真言 这个死囚很虔诚 就在监狱里面 就每天念每天念 念了好多年 也许诚心忏悔 是想为自己犯下的错事赎罪 这名死囚日夜送金 就在执行枪局的那一天 怪事发生了 监狱方面就准备了好几把行刑的枪 可是那个枪每次拿起来 对这个死囚要开枪的时候就卡弹 卡弹在对空铭枪的时候 啪又开了 换了两三把枪 开了将近十枪 对空铭枪 都全部都可以击发 唯独对着这个死囚要执行的时候就卡弹 太诡异了 这枪支就是不击发 会是机械故障吗 但怎么可能换了好几把枪 每一把枪都出问题呢 但是在台北约 我们看我这二十八个人同学看起来 曾经有一两次没有击发的 那这种是班机没有击发 其实有的是子弹撕掉还是怎么样 我们搞不清楚 这种情况几乎没有碰到过 前所未闻的状况让所有人全都慌了 那个典狱长叫吴贤常 他就打电话给这个杨国南国校的师傅 就问他说 怎么出现这种事情 杨国南就跟他讲 原来是那一名死囚 就是他辅导的那名死囚 他说没关系 你就去跟地藏王菩萨拜拜 就跟他讲说 这个人在杨世间的罪业已定 现在他要执行 如果有任何东西 希望地藏王菩萨能够帮他 带他走 让他继续修行 果然拜完之后 那个法庭再去开枪的时候 竟然就顺利执行死刑 很多东西是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搬下台湾治安史上 第一起枪击民调来解 就是他 江湖上人称 欧吴名列十大枪击要犯 第二名的黄鸿玉 他竟然敢单挑 当时全台湾最大的组织 天道蒙 据说天道蒙甚至还寄出了重金 只要谁抓到了欧谷 就赏花红五百万 而黄鸿玉他孤鸟一只 他也豁出去了 他不但火攻天道蒙 位在台中的据点罗浮宫酒店 他不但开枪扫射 他甚至还丢了汽油弹 这个火势猛烈 当场把罗浮住的亲哥哥 罗亨科烧死 而接连犯下重大社会案件的黑牛 黄鸿玉他就此成了 黑白两道追击的对象 当年没有任何人敢去动民意代表 那陈永元这件事情 也是第一件民意代表被枪杀的 黑牛会成为 黄鸿玉会成为十大枪击交换 基本上要跟林莱福 要有直接的关系 警政府列出的十大枪击交换 第一名就是林莱福 林莱福跟黄鸿玉 他嚣张到黑道封玉 是一火的 所以一二三名都是他们 当时那个天道封 就是黑道封玉 他也是投击他 而且他出的那个赏鸿 赏鸿是五百万 警政府呢 他下令一定要抓到这个人 他的奖金 破案奖金 是一千万 黑牛 黄鸿玉 号称早年十大枪击要犯第二名 仅次于鬼剑仇林莱福 他嚣张到黑到白到都要抓他 尤其膽敢跟天道蒙宣战 恩怨情仇 从他小时候说起 黄鸿玉 黄鸿玉 他生长在彰化这个地方嘛 那其实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 那他家里非常非常经济状态 非常不好 那所以说其实过去他的邻居 都说这个小孩子是蛮乖的 但问题就是都没要讨厉 父亲早逝 寡母一个人带大四个孩子 家中排行老三的黄鸿玉 国中后放弃升学 一心想着赚钱 那种所谓家庭式的啊 或者职业赌场啊 或是其他的大型的赌场 在彰化到处都是 黄鸿玉那个时候 他就去当这个所谓的 插机啊 就守在赌场外面嘛 看有没有陌生人啊 或是警方来 那甚至他也在这赌场里面 专门递香烟 递檳榔 赌客 就看他又衣服穿得 那种脏脏破破的 所以就把他当成是 有点乞丐的 小乞丐的那种感觉啦 他东死换来西死换去 那变成说他的自卑感 非常非常的重 后面他观察到 这一些的赌场 后面的这些所谓的经营者 幕后的经营者 都是当时 就是说天道蒙不倒会 旗下的一些帮众 黄红玉觉得被瞧不起 对天道蒙不倒会 充满怨恨 心中默默许下心愿 那时候的彰化仙人员 谢通韻 他们在这边主事 所以他对于这些 不管是赌场的管理人员 不管里面的赌客 或是一些兄弟 对他这些种种辱骂 这种打骂的这些情绪 其实累积很久 对于所谓的 这天道蒙不倒会 他是其实非常非常痛 因为他觉得 就是说你们现在看不起我 那总有一天 我长大了之后 那我就要让你们 尝尝我的厉害 邻居印象深刻的那起案子 是黄红玉跟林来福等人 到彰化和美的卡拉OK 吃饭喝酒 正巧隔壁桌 绰号老五的男子 跟林来福有过节 双方下路相逢 他说 林来福有一天 喝喝酒 我说 郭隆府我要喝酒 喝喝酒 喝酒喝到飽了 心里脏很不舒服 想到当年 在赌场外面 摆这个 延枪打的时候 去用Q的那个心理 那说我们 春再说一句 就把他拔一个头 这样 林来福那时候 之所以那时候 会出名的就是 他拔起床 一句之后 这个时候黄红玉是 是小弟而已 在旁边看到那些黄民 都撈出来 把他们杀猴了 当时 他们的说法是 看到林来福 双江之后 把那三个人 狠狠地这样子打给 开了将近三十七八 把他们干掉 他让美发生的青岩之后 他就开始走 离开了 从小长大的春朴小镇 黄红玉从此踏上 打打杀杀的江湖不归路 跟着林来福 劫财 恐嚇样样来 在枪口下 跑生活 他就无关了 我们人家叫人 你如果没想到 他就给大家拔了 我都要去拔了 全看到他就要害怕了 所以那个抢鬼剑头 林来福在中部地区 犯下多起案件的时候 那时候黄红玉 跟在他的身边 包括跟林来福去抢银楼 甚至在路边随机抢案 看好几件都是 他们在觉得说 那个骑机车过去的人 身上带个包包 那他应该是有钱的 所以就拦下来就抢 有一天 他们盯上一名酱油商人 看准他从赌场走出来 身上的包包鼓鼓一大袋 肯定很有钱 一伙人制造假车祸 抢劫他 黄红玉的动作又非常迅速 而且他就是说 开枪毫不迟疑 所以说其实林来福 后面就觉得说 这个是个可造的人才 然后因此把他列为 他身边的一个重要大将 有个道上赫赫有名的老大 鬼剑仇当靠山 黄红玉吃了雄心豹子胆 为求表现下手快狠准 成为林来福身边的武将 一伙人从早期随机抢银楼抢商人 后来脑筋冻到地下赌场 抢赌场数十万数百万轻松进账 钱拿得很爽快 但是对方也不是好惹的 怕被报复 林来福黄红玉大肆购买黑枪 从左轮手枪到中共红星黑星手枪 进化到九龄手枪 这样还嫌不够 大批购买物资冲锋枪 因为他们认为火力越强大 越能壮大绅士 因为接下来林来福插干谷开赌场 也怕别人来黑吃黑 那他开了赌场之后一定要赌客 那如果按照台湾兄弟兼的这些 潜规则 就是说只要谁开了大咖开了赌场之后 大家对互相去捧场 那林来福为了赚钱嘛 所以也去号召全中部地区 有名号的角头来赌 那可是那时候就遇到一个人不买他的账 台中这个角头不把鬼剑仇看在眼里 甚至放话对林来福发出追杀令 林来福勇枪自重没再怕 带着黄鸿玉一伙人跟肩在咖啡厅外埋伏 众目睽睽下红枪 得知阿弟阿在台中成功路的一家公姐的咖啡厅 在用餐 两个人就连手进去 看到阿弟阿二话都说 蹦蹦蹦蹦蹦 光天化日下 就把你捞断 角头大哥阿哥 六腔毙命 凶狠开枪 拘杀台中响当当的角头大哥 被视为违反江湖道义 但林来福根本不在乎 鬼剑仇的凶狠作风 黄鸿玉看在眼里 或许两人都是无党无派 古鸟式闯荡江湖 那就得比别人狠 比别人凶 林来福的想法上来讲 他看这个黄鸿玉生得黑黑 常常闷不吭声 反正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觉得说他有那种 台湾牛的那个精神 反正皮肤黑嘛 所以他就给他按了一个外号 叫做黑鸿 这件案子轰动整个台 整个中部的 因为对方也是个 很有名号的角头 那开枪的又是林来福跟黄鸿玉 所以黑鸿玉的这个名号 就正式地在道上兄弟出现 黑牛黄鸿玉跟着林来福闯荡江湖 他知道了 只有比别人更凶 比别人更狠 才能够打天下 后来他和林来福分道扬镳之后 黄鸿玉他自立门户 但是却遇上了天道蒙 savit 让他的面子挂不住 这辛酬加上旧恨 黄鸿玉变本加厉的 他跟天道蒙势不良力 但是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他怎么敢一个人单挑 整个天道蒙呢 据传他曾经形容自己 是背着骨灰坛子的人 意思就是他把生命堵上了 不要命的鸿玉把当年的江湖 搞得可以说是心风邪雨 本来黄鸿玉只是林来福身边的武将 到后来黑牛慢慢闯出名号 不过他察觉到林来福生性猜忌 身边弟兄跟着麦蜜 结果下场凄惨 林来福把枪拿给这个小弟 叫他出去作案 作案完之后呢 枪不见了 也没有还 也没有还他 那他就怀疑说 这个小弟是不是私藏枪支 一直叫他吐出来还不吐出来 所以他跟其他人一起 包括黑牛在内 就把这小弟引到这个郊外 然后就把他杀了之后活埋 谁知道哪天 鬼见仇会不会把矛头指向自己 加上没有人想要当永远的老二 黑牛决定跟林来福分道扬镳 黄鸿玉看到这一点 黑牛看到这一点 他非常非常的不以为然 也不以为意 他就想说 你这个大哥 对于自己帮你奉献的这些小弟 尽心尽力的小弟 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对 所以他就心里很不爽 他觉得说你这个人太没意气了 黄鸿玉转往北部另辟战场 首先弹药得足够才能跟人拼 之前跟林来福抢赌场 手上存了点钱 于是透过管道 进了一批更厉害的弹药 当时他帮一名金主掌管赌场 哪知道都已经离开中部 却再度牵扯上他最痛恨的天道盟不导会 天道盟不导会的一个重要大将 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景美文山分会的一个分会长 叫林崇博 那林崇博看到这位大哥 这个金银这个主头有成 那我现在我也想在景美这边弄赌场 而且我一弄也不是只弄一个 我也需要资金啊 所以就透过管道找上了这位大哥 据传林崇博开口勒索五百万 金主亮出黑牛名号 居然被嘲笑太小咖 算是哪根葱 黄鸿玉心想大张旗鼓的第一站 就被Saving脸丢光了还混得下去吗 他那个火就起来了 那最火的时候 其实不是对方看不起他 而是对方不但看不起他 又是天道盟不导会的人 心仇加上旧恨 对 所以他就想说好 我以前就是立志要把你们不导会消灭掉 那今天机会来了 快 江湖道义 黄鸿玉跟着林来福时就没看在眼底过 他只知道别人敢犯我 绝对要让对方吃不完兜着走 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小弟 然后各持一把冲锋枪 就找到了这个林冲博 这个分会长在景美的住处 然后就是三把冲锋枪冲进去 然后趁着林冲博在家的时候 在他门口扫射 扫射完之后呢 他就冲进去之后 把林冲博押住 然后当场把他打死 黑牛亲门探户 在天道蒙的地盘上撒野 这几枪打在林冲博身上 却是痛在天道蒙 不争毁一口气 怎么可以 全台湾大概黑道治安史上 唯一一次正式 而且很公开的一个黑道追击 那时候天道蒙通知媒体拍摄 大动作四处掌帖公告 天道长存人心 是非自有公论 另一章写着支援天道蒙的 捕牛建功 奖金五百万 这是第一次黑道大喇喇帖公告 赏花红 广发武林帖 而且宣赏五百万元 而且不论死活 不管黑白两道 谁能够抓到他 或是谁能够把他打死 你们都可以从我这边领五百万元 就公然地这样子对他宣战 黄鸿玉没有就此把守 反而越来越嚣张 接着目标盯上的是天道蒙 蒙主罗浮柱的办公室 鞋子丢起油弹纵火 离去且又轰了几枪才离开 尽管没伤到人 但恐吓警告 那他在光复南路有一个家 所以黄鸿玉也找到了 光复南路的住家地点 也跑去他家里开枪 但幸好罗浮柱也不在 那家里的人也不在 然后开枪纵火 那这件事一惹起来就不得了 因为罗浮柱那时候 当年是跟所谓的太阳汇系统 比较近 那太阳汇系统我们知道 太阳汇系统是 我们整个天道盟里面 唯一有杀手系统 所以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要角 叫武童坛 一度传闻 黑牛呛瞎 要火攻天道盟堂主 武童坛 在台北开设的真善美舞厅 武童坛未避免伤及无辜 忍痛关闭舞厅 他一惹惹到了两大最大会 不倒会跟太阳会 之后那这两个会 就觉得你是在等于是 跟我们全神的天道盟 弟兄宣战了 所以他们又做了一个动作 我决定加码 对 加码干嘛呢 悬赏一千万 可是他看到天道盟这样追杀他 那他的那个 他就是那种这暴力的个性 就真的整个被激怒了 那他就选定了一个 很重要的目标 那就是台中市 一个罗浮宫酒店 早期台中地区酒店 地下舞厅伶俐 灯红酒绿商机庞大 据传那时最知名的 旧市罗浮宫酒店 那罗浮宫是当年 七零年代 台中市的最大的一个 复合式的一个理系 我们讲理 理荣苑加KTV加酒吧加酒店 甚至加上印照在 有综合的大楼 一楼就是理荣苑 二楼五厅 三楼就是酒吧 然后五楼就是最高级的 罗浮宫酒店 所以就一整栋楼 那时候在台中市 大家号称金碧辉煌 然后听说这个投资 当初投资建设这个酒店 大概就花了好几亿 甚至连那一块土地 都是它买起来 所以大概有超过 二十亿以上的价值 在当年 能开这种店的 当然实力雄厚 传闻该大楼号称 天道蒙中部据点 幕后藏镜人 就是罗浮柱 罗浮柱以前最早 它真正发起就是在台中市 所以它在台中投资很多很多很多事业 好 那它也同时投资了 这个罗浮宫酒店 好 那罗浮宫酒店呢 虽然罗浮柱没有亲自参与金盈 可是他找了他的弟弟 他找他的弟弟 经营 然后哥哥去管理 黑牛心意横 要干就干大的 挑上天道蒙中部据点 一把火烧得酒店全毁 随时操纵 好 荒浮宇就选招了这个目标 带了几个小弟 就冲去罗浮宫酒店这边 然后先掃射 掃射完之后 然后丢了三颗汽油弹 中火 而且还在门口等喔 你今天那个火烧起来 小姐跟人员要出来 他还在门口开枪耶 就逼你们进去 你如果跟他抓到就开枕了 你担心 荒浮宇一把火就把他烧了 真的把你烧了 哇 结果烧得过 竟然把罗浮宇 当年号称天道蒙的精神领袖 包凶 他哥哥收拾人 天道蒙彻底被惹火 全台广发追杀令 花红从原本五百万不断加码 那叫小姐会单挑整个天道蒙 天道蒙那时候势力多大 对不对 他单挑整个天道蒙啊 写信给中国时报说 你不能再讲他大道 写信给天道蒙说 你敢我 要把你整个炒掉 一个姑娘式的枪击要犯黑牛 竟敢单挑全国最大方派天道蒙 难道不怕死在黑腔下吗 黑牛曾说过 自己是背着骨灰毯子的人 随时可以死 江湖厮杀一触即发 架了一个全神追气令 甚至那时候太阳会有一个特工队 我们知道太阳会的特工队 他会训练很多很多的杀手 他们的特工队就是有一个八人小组 八人小组随身大概带着十几支枪 然后分成两部轿车 那这个八人小组就是一个 行动的狙击平台 那他们就是全神到处跑 所以全神的天道蒙弟兄 甚至黑道兄弟 为了要拿赏金 都在追去这个防洪玉 但是当时来讲的话 防洪玉他有个物资冲锋枪 物资冲锋枪 它是短小的 是人家那个机动部队的 很短很短 而且他的那个手枪啊 可以叫打母弹的 九龄的 他的那个手榴弹 好像鸭弹一样 很小 很漂亮 真的行动捅猛不平 武林站铁发出后 不论死活 各路人马抢着狙杀黑牛 黑道火拼 心风邪雨恐怕很难避免 警方不能坐视不管 发布那个查局张宽的时候 那整全国 全国的警察都冻起来了 长官都一直交代 绝对不要说 你探枪匹马 我一定要打这个团体仗 警方想抓人 但黑牛漂浮不定 没有固定据点 等于处处都是据点 天道蒙赏花红 抓他的向上人头 警方寄出千万悬赏金 黑白两道都想要他的命 一栋公寓的话 不会说很那个的话 差不多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 就买得到 所以当时天道蒙赏了五百万的花红 你说警政署当时公布的查记专刊 赏他的那个悬赏金是多少 警政署我记得好像是一千万 一千万 所以就知道他当时有多嚣张 他真的是很嚣张 他目无法记 电话监听都有 他的交往状况 家里只有妈妈 妈妈在那边 我们都有派人在那边守候埋伏 知道他的哥哥在台东也是养鸭 我们也去那边埋伏了好几天 他的通讯监察都有 但是还是没有消息 老家不敢回 家人不敢联络 黑牛成了全民公敌 但钱总有花完的一天 他必须要另谋前途 而林来福那时候是排名第一 黄红玉是排第八 但是后面渐渐地 因为他犯下这些大案之后 他的排名往前升 几乎已经升到第一的那个脚步了 所以警方一直要在追他 黄红玉因为身上的钱还不够多 不够多 那他就把这个脑筋 动回到他的老家 黑白两道都要抓黑牛黄红玉 他成了头号的追击中犯 黄红玉开始亡命天涯 但是跑路需要钱 没钱怎么办呢 黄红玉回到了他熟悉的 彰化老家一带 看着当时都在拼县市长选举 他打出了自己黑牛的名号 到处勒索候选人 甚至在江湖当时流传的黑牛 说过的这句话 他说枪口指到胸口就有钱 在偏偏当年的彰化县议员 有一个候选人叫做陈永元 他不买黑牛的账 结果光天花日之下 他被黄红玉开枪 扫射之后导致他半生不遂 一九八九年台湾 举办第十一届县市长选举 同一时间议员及立法委员选举 同时进行投票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拜票活动 好不热闹 黄红玉就致辞说 他的这个欧乌的名号 已经在地方打响了 所以他又急需要钱 他在评估之后他觉得 在这个选举时间 谁最容易拿钱 就是这些候选人 这么多候选人 要从谁开始下手 他挑上的就是候选人陈永元 他是当时彰化地区 很知名的副产客医师 他知道陈永元的生意非常好 赚很多钱 他就直接找上陈永元 打电话给他说要准备三百万 陈永元就不理他 经过了一个礼拜 他就直接坐那个客人车 就直接到陈永元的服务处 黄红玉故意选在白天去服务处开枪 事情闹越大 其他候选人才会怕 但避免被警方以车追人 掌握线索抓人 他先找上一辆计程车 截车掳人 压制司机后由同伙开车 他在副驾驶座 手足待兔 等陈永元一行人派一票回来时 车窗开个小缝 连续掃射 陈永元出去跑行程 跑完回到这个继续服务处的时候 那他就跟小弟开车抵达现场 然后根本不管现场还有一大堆人 他就拿着冲锋枪跟手枪掃射 掃射 结果陈永元伸中三枪 那其中有一枪打到他的这个颈椎 然后打到颈椎 那结果他就因此了这个半生不随 这场枪棋在彰化的选举投下震撼弹 黄虎玉乱枪打鸟 到处寄恐吓信或打电话勒索 连续找了十几个候选人 不管现议员不管立委都有 那他亲自写信 他亲自写信 写恐吓信 就是说我是欧武方鸿玉 如果你们要好好顺利选议员的话 那就乖乖付钱 我就让你们没有命去选 好 那他还盖上这个纸印 盖上纸印表示说 就是他亲笔写信 然后每一封信再附上一颗子弹 然后子弹上面 他还要再盖一个纸印 对 然后让各候选人 哇 大家吓死了 中华样子那双地 那时候他们外号有一个叫做 黑牛提名 黑牛提名 你没有听过 黑牛提名 什么叫黑牛提名 就是不管你是公党也好 你什么时候叫民党也好 或什么之类 谁提名都可以 好 或党外提名都可以 不是我黄黄印提名的不算 他又把自己封了一个名号 好 叫做地下 彰化地下宪党部主委 对 然后对外放话说 未来所有的大小选举 只有他同意的状况下 候选人才可以出来选 当时被勒索的候选人 尽管咽不下这一口气 但传闻 黄鸿玉经常把这句名言挂在嘴边 枪口指到胸口就有钱 没有人敢拿命 去跟一个亡命天涯的狂赌赌 开价最低 最低就是六百万起跳 就是付了六百万 你就可以安然地去选 我还可以保障你的安全 那他就看每个人的身价 从六百万到一千六百万 这个价码之间 生用码案子发生以后 每个人都会怕 就是花钱消灾这样子 所以他也得手很多钱 他把这个钱就是去买那个 就是租房子 还是给女朋友买那个饰品 还有买枪枝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他大概就是从候选人身上 就大概吸了大概八九千万的现金 黄鸿玉狠狠发了一笔选举 口袋赚饱饱 不过也让自己再一次成为警方 投后追捕要犯 警方成立捕牛小组 一定要把这头黑牛 关进铁牢 因为当年没有任何人敢去 动民意代表 那陈永元这件事情 也是第一件民意代表 被枪杀的事情 所以其实警方的压力很大 但是他们承受更大的是 因为后面被黄鸿玉恐吓的十几名民代 后面也都分分当选 分分当选 就要求警方一定要强力的查契 对 一天没抓到人 很难给社会交代 但黄鸿玉没有那么好抓 听闻台中的这个刑警 对的这个刑警讲过 他们因为在以前过去 在台中市这个地方 反正不管黑白两道都习惯 晚上没事 就会出现在特种营业场所 酒店里喝酒 他们就在积极这个 对 黑牛的时候 其实黑牛在他们都在隔鱼包厢 直到他离去了之后 才有人点他们说 他刚才黑牛在日本店里 你都不知道吗 所以也就是历经了好几次 这件事情他们才知道说 原来他会易容 狡猾的黑牛知道原本的那张脸 茶器专刊全国众所皆知 要怎么样才不会被认出来 他有时候会打扮 把自己的头发剪短 然后戴上一副斯文的眼镜 装扮成一些像大学生的感觉 出没在一些大学的周边 诸物 那也有一段时间 他把自己头发留长 然后带 然后弄一个长长的假鬍子 然后看起来像很成熟的中年人 那另外也有一段时间 他把自己的头发剪成西装头 也是配上斯文的眼镜 然后穿着西装 四处出没 他租的地方都是比较宽阔的山坡地 就是居高连下 可以比较看得清楚对方来的人 还有养一些狗的话 就是要保护他们 因为有陌生人靠近的话 狗会叫 警方查出他曾在南投租屋 养了一大群兔子 假装是个生意人 掩人耳目 其实房子后方 特地设置寒管地道直通西岸 万一警方早上门 就可以偷偷从紧急地道顿逃 比对通年他的基地台发射位置 就是在南投中梁地区 他也在那边 但是我们事后去的话 就是晚了三四天 他已经离开了 警匪上演你追我跑 南投台东花莲台北跑透透 狡猾的黄鸿玉总能早一步落跑 善于变脸的黑牛 容貌变变变 让捕牛小组上透脑筋 要逮人就是一场不可能的任务 警方当年特别成立的捕牛专案 就是要 猎捕这一头黑牛 通令全台湾的远警 想方设法要抓到黄鸿玉 将黄鸿玉非常狡猾 所谓的狡兔好几窟 整个台湾四处流窜 每个据点都不久留 警方为了抓这一头牛 可以说是疲于奔命 却总是晚了一步 然而有谁能够想到 黑白两道苦追多年的黑牛 竟然在台南市警方 一场抓枪行动时 意外落网了 当年逮捕黑牛的干员 回想惊险的瞬间 直说是老天保佑啊 1990年9月8号 台南警方根据现报 来到仁德的一处民宅 历头的人正在打麻将 其实警方是要来查枪的 因为派出所查到一名苏系男子 家里有大批枪械 怀疑他是个军火贩子 一年一月 一年一中三年出来 还会伤到一大批枪 拍手查到那种多枪 当时的那副警长 也是相当的震怒啊 我们一定要查到枪主 因为那个嫌疑犯 我们拍手查到的嫌疑犯 他跟...他不承认 那个枪械是他的 可是他辩称跟他没有关系 但枪怎么会出现在他家里 苏系男子推说 应该是来跟他租的外地人 张本芳拥有的 根据警友的线索 满天心手表要来逮人 据说那名张本芳 仍跑去打麻将了 刑事组长率队 带着小队长还有几名干员 前往该出民宅 这时候小队长黄丁兴 带头走第一个走进麻将间 当时排桌上四个人 正忙着方程之阵 哪管一个老人家走进来做什么 黄丁兴不动声色默默观察 我本人呢 一电出来他手上 带着一个满天心 说那个人就是阿芳 在那段满天心的 在门口就说那段满天心 我刚才押下去 他很穿八 他跳起来之后 他六十五分 他就抓了一把枪 还好我们那个小弟子 黄丁兴他有练过罗道 跟那个武术 就马上把他压制 压制中间呢 一直在那边搏斗 黄丁兴当年尽管快六十岁了 不过人高马大 加上精通柔道武术 揪住对方一阵缠斗 因为子弹不长眼 枪钥匙即发 打众人非死即伤 我跟他一条 我一条我说第一条 不能去开车 开车没机会 博度的当时呢 那个弹架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 奇怪他左手鱼 再拿一把 也就是说 他胸前都 哪两个 两把枪 差两把枪 歹徒身上 竟然藏有两把枪 生死一瞬间 带队的刑事组长 赶紧加入战局 协助压制歹徒 两个警察对付一个 顽强抵抗的双枪匣 他力气还真是大 我看心理部队 马上我爬枪起来 就往他右腿开枪 我就往他右腿开枪 看他们还是不忘 不忘我 他就用这个枪匣 你打他的后腦 不行的 我把他拼在他 我说 我们今天看不拼在他 就说他 也不容易 打了之后他还是 最后才化 打五六下最后才化 流水板地 你流了整个 都是血 对方拼了命反抗 警方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终于制服他 远景回响 真的是跟死神擦身而过 接下来 双枪匣说的话 更让警方吓傻 他就说 我的后腿 你们才知道的 这样被你们抓到 他实在不甘心了 他叫我们说 干脆你一枪 把我毙了 当时呢 一共同事讲说 你是黑女孩 我还是防友呢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 我的后腿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当时呢 有抓到那个枪机要换的 一定会经过一阵的 那个火拼 因为薄火 他多多少少 很少说 有完整的退场的 我们算很完整的退场 所以说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才对 况且左看右看 茶器专刊上 黑牛的长相 跟这个男子 根本就不像 他才整个以后 到行事警察局去比对 比对以后 因为当时呢 那个指纹呢 还没有监督那个电脑 就直接讲说 这个人是谁 一下子就马上下来了 就讲 这个人是防洪玉 没有错 他左手呢 他吃一个玫瑰 躺在病床上 气焰嚣张全没了 但这个人千真万确 就是 防洪玉 当时被怕到的是 确定他是黑牛的时候 一只手枪 那个九龄手枪 是那打母蛋 打母蛋是打大象的 前面前面去的话 就是很小刻 后面是一大洞 那种打母蛋 他否定真的是蛮强 黃洪玉当年 可是十大枪级要犯第二名 他简直是个行动军火库 就算当时身上只藏了两把枪 但是子弹威力强大 事后远景想起捕牛过程 差一点连命都要没了 看到警察找上他 黄洪玉绝对是拿命拼 要是一开枪 警匪双方肯定近距离薄火 后果不堪设想 或许是巧合 也可能是冥冥中注定 全副武装一看 就是警察装扮的邱友焕 没有走在第一个 才避免了一场激烈枪战 当时我本来是走第一位 后来因为那个乡下的 乡下的乡下人讲说 警察要来抓赌了 我就变成最后一个 我跟妳讲 我们不是来抓赌 我们要了解一个情况 一个事情而已 把人变成最后面是不是 是 我变成最后面了 所以说老天爷有保佑我们 这一小队友 我是黑盗的 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 跟黑盗的接触了 做这么多事情 可是我是 没有很残忍的手段去做了 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 就是 就是 大家应该知道的嘛 因为我也没有 没有去做 就是比较积极的那种事情 黑牛辩解 自己不是穷凶恶极 但检警查出 他至少涉及九起枪击案 背上六条人命 他逃亡时没车用 居然路边拦下名车的车主 无冤无仇 照样下手 他为了得这一台车 他好像是把这个人 也给他枪杀了 他就为了救他那台BMW的 就是要把他车抢 对 是的 因为那个人 车主他不敢给他嘛 他就当场给他那个 杀了人 残忍 焚尸灭积 更变造车牌多警察 那防护医员在当时来讲的话 应该是属于自费型的那个犯罪者 他把他那个BMW 他所那个 所给人家抢过来的那个BMW 他的车牌给他切割 用电焊给他切割 切割成三块 他再去偷 偷那个自小科的车牌 再给他融洽 融洽再融合起来 一个车牌 他相当聪明 把它组合起来 而且都没有看到 都没有看到一点痕迹 是 我们就在他后抽箱 有看到一个 一个那个喷漆的 那些才问他 我把他讲说 他是用焊接的这样子 那时候好像没有人这样说过 表示现在的话一定跑不掉了 再狡猾 再凶狠 总是逃不过法律制裁 如果我做的话 我绝对不会不承认 因为 反正就是一定离不开一个次 那如果我通通讲 通通问通通讲的话 那就是我对社会一个交代 那你交代清楚啊 交代清楚 那做了案件 那一些交代清楚 他说那些小案件啊 涉嫌到说一两百万的 一两百万的就不要说了 黄鸿玉强取豪夺 口渴勒索 又杀了这么多条人命 肯定逃不过杀人长命 他乱王后曾经透露 想要逃往海外 但想到老妈妈又舍不得 再怎么凶狠 再怎么嚣张 黄鸿玉 他终究束手就勤 王命天涯这么多年 黄鸿玉最挂心的 就是他的老妈妈 母子分离那么多年 结果却只能隔着铁牢相见 反正总有一天一定会这样嘛 哪有可能说跑一辈子 出去也不可能啦 我妈妈还在台湾啦 我出去跟她 后悔是一定会后悔的 我都不后悔的 这个本来就不是我们 另一路 这一刻黑牛说后悔已经太晚 过去成兄逗狠 或许他觉得风光 但让家人颜面无光 黑到三天两头找麻烦 妈妈吓得搬离老家 儿子又亡命天涯 一个家支离破碎的 再怎么坏 还是自己的心头肉 老妈妈每天盼望能够见到 宝贝儿子 但母子再相见 竟然是隔着铁牢 要上早看 有话到人 我哭到你今年一次 没有了 你要去年 你才叫我独自情情 我就是很不孝啊 反正他看到我就哭啊 他也不能讲什么话 我实在很晚餐 虽然没有老爸 老妈妈一袭话听了 谁不行碎 辛苦大半辈子 孩子拉拔长大 却得白髮人送黑髮人 黄红玉犯案累累 肯定逃不过死刑 更可能等不到案子定验 关在监索中就已经 先被寻仇刺杀 当时传说 江湖上传说 听到我们开始训练一批 所谓的特种部队 特工队 然后呢 就这些小弟呢 去订想 那些特 然后怎么样 信念胆次 然后呢 勿议放个小案 准备到这个 所谓的看守所 跟监影里面呢 进行怎么样 修理翁掛这样的形容 那个时候每次放风 就会有不明人士 趁机就打他几拳 然后洗澡的时候 打他几拳 甚至后面 御方的人 发现了一个怪现象 有一阵子 怎么好几个有 听到我们背景的人 晚上竟然被他们发现 在那边磨牙刷 就是要把磨 因为那是磨肩 然后后面 他们 因为这是违禁品 那查到之后 问他们说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他才知道外面的大哥下令 我们要把黄鸿玉干掉 铁牢内 黑牛度日如年 但他有个心愿 盼望能在 死前完成 只是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完成 黄鸿玉他屡屡犯下了治安中案 至少涉及了九起的枪击案件 背上了六条人命 最终黄鸿玉被判处四个死刑 而他一心一意 想要给女友跟儿子一个名分 也创下了死刑犯 在狱中结婚的手里 不过黑牛才刚刚办完婚礼 四十个小时之后 就遭到了枪决 而这就是他上江湖 所要付出的代价 黄鸿玉最终被判四个死刑定验 人之将死 他想到的是逃亡期间认识的灵性女子 还有两人已经一岁了 还没办法报库口的儿子 我至少完成我最后一个愿望 那就是说我要至少要给我的到底人 一个名分嘛 那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其实过去完全没有这种案例 育方没有这种案例 受刑人还可以在这个浴所里面结婚 何况是一个死刑犯 法务部曾经开会通盘考量 基于人道 黄鸿玉创下记录 成为台湾治安史上 在浴中结婚的第一人 法务部这边就决定说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完成你的一个愿望 所以其实那时候这个景象蛮有意思的 黄鸿玉还身穿西装嘛 然后弄得这个人模人样的 那她老婆林秀永也到了这个看守所去 也穿了白纱 现在还在那边合影 合影了之后 然后由这个公正人做见证 事实上 死刑执行令 在婚礼举办前 两个小时已经送达 而那时候 黄鸿玉早就心里有底 直到快要被枪决了 听说黄鸿玉在公正完之后 然后走出这个小礼堂 那她就直接跟御方的人讲说 那我现在最想完成的事 已经完成了 我随时就可以走了 果然 结婚进行曲才刚放完 四十个小时后 想起杀手晚哥 我如果想起杀的时候 要够吃什么也没吃 要驚他也驚不驚 然后我当时 两个法庆就拍摄 然后我残乳做 然后过去 过去 然后煮起来的时候 也手刀刀刀刀刀刀 我说我这人本来不是很坏的 临死前她留下最后遗言 做了很多坏事 受国法制裁 多少有些悔意 没有怨言 清晨四点十分 一声刺耳枪响 划破宁静 结束黑牛 罪恶的一声 台语讲的 拍都不能走 因为走这条路 一定是不归路的 一定是不归路 你在做什么那个坏事 你在怎么样 凶狠 当你碰上法庆在制裁的时候 你对家庭 对你的妻小 还有儿子 还有你的父母 你要做的时候 真的要十分十分的思考 他妈妈也哭 他也哭 他也是表示说他很后悔 但是这一条是不归路 这一条是不归路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解释路 我说没想 我们再会了 感谢您最一路上的指使 我们会更加努力